一样的面貌不同人生的孪生兄弟 哥哥西装领带身边美女环绕 一看就是商业精英 而弟弟却穿着建筑工地的服装 身边的人也在大汉淋漓地浇灌着水 而被水泥埋着的是十几具身穿北韩军服的人 哥哥打电话跟他说要聚一聚 这时一个人撞破门摔倒在地 另一个人赤裸着上身追了出来 我要杀光你们这些南韩的小崽子 这人明笑着说道 看着这一幕弟弟却异常淡点 还在不紧不慢地询问那人的伤势 然后缓缓退去外套 他的真实身份是对北韩间谍特别行动 对对比白影秀 希望你能在我手下多撑几秒钟 话音刚落就持刀向白影秀整去 白影秀只是一个后仰便轻松的 然后起身一个肘地打中对方下来 趁着男子神志不清的时候 重重地挥起拳头 一拳就将男子砸进地面 看着已经挥死过去的男子 白影秀穿上外套吩咐手下 顺带着把这家伙也拦了 交代完说自己有事出去一下 惹谁不好偏惹我们组长 手下嘟囔道 白影秀是应约跟哥哥聚会 却在门口被拦下来 解释说今天白领室有贵客不对外营业 此时一个人走过来 向着白影秀的方向打着招呼 跟守卫解释说是自己的弟 听到此守卫慌忙鞠躬道歉 白影秀也没计较往餐厅口去 各个夸守卫以安全为重没有 另一边白影秀组员们正在一起聚餐 安浩吐槽说组长出去吃香的喝辣 自己只能野外吃烧烤 惹得众人大笑 突然几辆车开了过来 看到下来的人之后 一人立马敬礼问好 还邀请科长也赶快来喝一杯 张科长问怎么没看到白影秀 在得知私事外出之后小声凝 事情不太顺的 说完把手伸进衣服 鸡腔想刚才回答之人脑袋太花了 而开枪之人正是张科长 随即从车上下来数十个全副武装的人 摆好了攻击姿态 事情发生太快众人还没来得及 大家都辛苦了 张科长给手枪上堂 而餐厅这边兄弟两人正吃着饭 哥哥邀请他来跟他一起做生意 别再做着低薪水的事 他不明白弟弟是军人 为什么要穿着工人服 对于哥哥的邀请白影秀敷衍 回答在考虑考 这时候电话响起 去卫生间接听是安浩的电话 对面的声音断断续续 白影秀连忙问怎么回事 安浩开玩笑说是吃多了 可这话怎么可能瞒得过白影秀 安浩声音一沉 说以后再也不能和组长并肩作战 全组成员都被清除了 最后指出是张科长出卖了他 随后电话那头就再没有声音 任由白影秀怎么呼唤都没有用 这是一位不速之客来到餐厅 门尾拦住他说今天赞过一面 话还没说完 这人鬼魅般的闪到后面 带起了一道白光残影 这人的匕首上已经沾满鲜血 而守卫脖子处喷出了无数血 此时哥哥已经喝多了趴在桌上休息 听到声音还以为白影秀回来 抬头却发现几个头戴面罩的人站立面前 匕首在灯光映射下发出阵阵寒光 白影秀担心哥哥安危急忙向那边跑去 一群人早已在走廊等候多时 确认是清除目标 说完几人迅速向他冲去 白影秀握住一人刺来的手 反手一肘砸进对方的胸膛 夺过对方的匕首 一致膨胀划破这人的猴吻 这时另外一人已经来到身前 白影秀同时向他冲去 弯腰抱住对方的大腿朝后摔去 看着白影秀闪着寒芒的匕首 这人终于露出惊恐的表情 白影秀没有犹豫一刀挑破了对方的脚筋 一个照面干掉两人 暂时震慑了剩下的 白影秀退去外套露出竞装 继续吧 几人大吼着同时冲了拐 白影秀的匕首击中对方匕首 然后一个变轨上抢划破对方猴吻 剩下的人同时攻击 顿水场中刀光剑影 一人抓住空挡刺中了白影秀胳膊 趁这机会另一人来到了他的身后 另外一边的工地上 手下告诉张科长现场已经处理完毕 新成立的特种部队一分队去清除白影秀 一个分队恐怕不够 张科长吐了口烟荡 对付那家伙要再派一个分队 务必不留火口和目击者 解决完敌人的白影秀 十分担心哥哥的安危 此时哥哥的眼睛正躺在满是鲜血的桌子上 而他此刻眼睛通红满是杀气 为什么要打扰我和弟弟愉快的晚餐 哥哥正手持匕首架在敌人脖子上 原来哥哥表面身份是TF金融集团代表 真实身份是泰山会会长白道经 谁等对方回答就割开了这人脖子 这时候敌人身上的对讲机出现断断续续的黑衣 他还好奇怎么黑帮用上这东西 直到里面传来完整的话 好人大悟 发现白影秀杀无射 原来这些不是对付他 目标是他弟弟 敢打我弟弟主义 就是天王脑子来了也保不住你 哥哥表面是TS金融集团代表 实际是韩国最大黑帮泰山会老大 弟弟表面是个建筑工人 真实身份是韩国特勤组者 专门处理北韩间谍渗头 可是却被上司出卖遭遇追杀 在解决掉身边敌人之后 白影秀十分担心哥哥的安危 可当赶过去的时候 哥哥也解决掉了敌人 白道经聊起散乱的长法 这些都是你的仇人吗 他指着地下横七竖八躺的人 兄弟俩坐在车上 才互相坦白自己真实身份 两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白影秀要哥哥别和自己扯上关系 那些追杀的不是普通人 所以身为黑道的哥哥好害怕 要不要我把你送到警局去 白道经戏谑地说道 白影秀让他别开玩笑 白道经神色一正 让他记住自己是他哥哥 会为他扫清一切危险 随后看向窗外说到目的地 白影秀跟着他下车向远处看去 只见一群身穿黑色西服的人 在布置龙堂 白影秀不明白什么情况 秀雅过来告诉白道经 两个小时内会完工 白道经说要为白影秀 举办一场追斗 只有他死了 他会有利于前行或者过失 这就是孙子兵法中的金蝉托强 白影秀觉得对方不一定会相信 白道经告诉他这些不重要 身为泰山会老大弟弟的藏人 会有各个势力关系前来吊咽 这些人自然而然成为正人 突然一辆车开进场地 车上正是张科长 手上捧着的正是白道经的资料 他才知道原来白影秀 还有一个混飞道的双胞太队 这时泰山会小弟上前来驱离 张科长没有理睬转头命令后度 今天就是掀开棺材 也要确认白影秀是否真的死 几人面无表情 整理一下衣服走下车 小弟嚣张地看着面前 没有礼貌的家伙 让他立马滚蛋 这里是泰山会地盘 见对方不理睬就欲伸手挑胎帽 对方只是随手一拳 就让小弟昏死过去 其他小弟见有人闹事 纷纷大喊地朝对方冲去 这时候棒球帽旁边的两人也行动了 和冲上来的小弟战斗在一起 一小弟被手刀斩中颈部失去战斗力 另外一小弟被绕到了身份 形成了裸脚 几秒钟后也昏死过去 这些人是称为汉母的特别行动者 这边的动静惊动了白道经 白道经身旁的金关雄 一边脱去外套一边朝下面抵去 球帽一记下勾拳打中金关雄的下巴 金关雄却没有一点反应 只是冷冷看着他 然后左手一下子掐住了对方脸颊 任由对方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渐渐地失去力量跪倒在地 随着金关雄左臂轻轻爆起 只听到咔嚓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竟然单纯凭着握力捏碎了对方下巴 这让剩下的两人冷汗之脸 随后大喊着朝着金关雄冲去 金关雄侧身穿过两人中间 再次掐住一人脸颊 另外一人赶忙上来营救 地拳轰中金关雄脸颊 可这对于金关雄来说跟饶痒痒一般 任之一抗对方接下来的连环打击 反手举起铁拳 地拳将此人砸进地面 被掐住脸颊的人脸看不亮 双手抓住金关雄手臂 飞身就与双腿缠绕他颈部 想利用飞身十字固绞杀金关雄 可在绝对力量面前一切都是徒劳 金关雄单帝就将此人举了起 然后狠狠逃地面的人砸去 精心培养的战士居然就这么被人干掉 车里的张科长也是不可置信 居然流氓狂虎也有这么强的人 随后调整一下心情走下车 立马换了一张笑容 一边说误会一边走过来 介绍自己是白颖秀的上司 说霸地上自己的名品 金关雄冷冷看着他没有说话 直到白道金发话 才把张科长请了进去 看着灵堂上白颖秀的照片 张科长不能确定是否真的死了 也不知道他哥哥白道金知道多少 突然白道金掏出一把医手 看着和白颖秀一模一样的脸颊 张科长吓了一跳 我想和你谈一谈 哥哥替弟弟办了一瓶追悼会 不仅没有一点悲伤 甚至还开了一瓶红酒庆祝 因为这本来就是金蝉脱鞘之际 如果陷害弟弟的人不来 就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 如果那人来了就可以当面 逼问他幕后知识 白道金亮出一把医手 问张科长是否认识 见他不说话解释 这医手是从弟弟尸尸体上取消 如果张科长回答令他不满意 他不介意把这匕首插在张科长身上 随后白道金问是谁杀了他弟 听到这话的张科长心中敌 难道白颖秀真的死了吗 为了安抚暴怒的白道金 张科长谎称白颖秀是为了国家牺牲 具体的细节不能透露 打知道白道金一记老拳 直接轰在了他脸上 打得他口鼻窜血 你废话真多 是不是你杀了我弟 说霸体刀就向张科长冲去 危急关头张科长手伸向衣服口 秀雅突然拦住白道金 让他冷静下 金关雄按住了蠢蠢欲动的张科长 让他先回去 白道金一边叫骂一边 准备再渡上前 被秀雅死死抱住 张科长回头眼神冰冷 我弟弟是谁杀的你这个混蛋 白道金模仿着刚才的表演 还问白颖秀自己演技什么呢 秀雅说除了纹身和头发 其他都一模一样 白颖秀也知道 哥哥做这些是为了言而言 可是这些不是长久之计 他不想连累哥哥 那就让他们来 看看泰山会的小崽子 能答不答应 可是也不能一辈子躲在这里 想到这白颖秀背起背包就要离开 然后问白道金在葬礼上 是否真的想杀了张科长 白道金知道他问话的意思 安慰他暂时不要把事情闹大 事情要从长进 白颖秀心中不愤 难道要窝在这里当流氓吗 白道金却瞒不在乌 有何不可 反正都是替人做肮脏的事 白颖秀拍开他省境之口 白道金苦恼 虽然跟我有张一样帅气的脸庞 为什么脑袋却没有我一半聪明 随后吩咐金关雄带上人追上他 白颖秀问金关雄准备跟到什么时候 金关雄说只是遵从命令行事 身后小弟们现在都只为他而鸿 他们交谈的一幕被墙角一人观察 另一边的张科长 正通过电话下打继续监视的命 挂完电话回响之前葬礼 白道金似乎知道自己派人杀白颖秀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身上 低沉的声音警告他不要回答 张科长心中大惊 难道白道金的人这么快就来 这时候身后的人手力已经缠绕住了他胳膊 忽然一声老爸让他放下悬着的心 原来是古灵精怪的女儿跟他开玩笑 然后开始抱怨飞机太慢 张科长开玩笑说他下次让飞机快一点 女儿连忙夸他厉害 不愧是特勤局的 然后问他是否很会打架 张科长面容和蔼地说自己只是个文员工夫 野树内白道金说要出去买包烟 秀雅说金关雄带着人都出去 劝导他还是待在家里 白道金说就出去散个步而已 一行四人乘坐电梯下轮 突然白道金回头问身后的人 大头你看溜溜球漫画吗 大头连忙回答是 还说刚加了粉丝群 没想到白道金脸色一沉 是吗 可是我可从来没有在群里见过你 你到底是谁 大头嘴上说听不懂他说什么 手上的匕首横着斩向白道金 白道金和秀雅靠背站在一起 普桃自己望地带武器了 另外两人如恶狼般的刺激而动 白道金却从秀雅裙子里掏出了一把医生 一人持刀冲上前来 被白道金一斩推开 反手横斩对方护脸 爆出金属香蕉的声音 原来这家伙西装里面还穿着避戴衣 那就只能攻击脖子和手 白道金抓到机会 这人撞到一边 另一边的秀雅陷入了困局 对面好像是故意针对秀雅来分散自己故意力 所以击关头替秀雅挡下了这一击 还开玩笑自己很久没有被刀打 这人握着刀柄 还想往后拉开更大的伤口 白道金一刀划开了对方的手腕 另外一人再次扎向秀雅 白道金再次一刀斩掉这人的匕首 匕首正好掉落在另外一人身边 这人立刻伸手就欲拿刀 秀雅一脚踢开了匕首 白道金面前敌人再次上前 却被白道金再次震飞匕首 白道金的匕首向着此人刺去 这人从身后再次抽出一笔匕首就准备脱袭 被白道金左手握住 然后扭动他的手 两把匕首向着他肩脚出刺去 电梯到达楼下 白道金吐槽之日的人不做事 让电梯里跑进来奇怪的东西 然后问电梯外小弟要跟烟 小弟却从怀里掏出匕首偷袭得手 妈的 我要你给我演 你却给我匕首 白道金一手掐住了对方的脸颊 用力一扯 露出了另外一张正在怪笑的脸 这个男人是H国黑道黄斗 手下就有十万人之多 然而却被小弟偷袭 偷袭之人是戴着人皮面具冒充的 白道金一刀逼退此 锋芒逼人的爪高在这人手中翻飞 正义脸宁笑看着眼前的猎物 白道金吩咐手下戴秀雅的一派 询问对方是否是张科长派了 神秘人正是特别行动队的暗杀组成人 身份不想统称幽灵 等你死了会告诉你的 说罢就朝着白道金冲去 两人战斗在了一起 幽灵询问白影秀的下落 此时的白影秀和金冠雄走在街道上 早就注意到身后有人跟踪 于是在一个拐角拐进了巷 跟踪人急忙就遇上前查看 却迎面迎来一只铁拳 被一拳轰得倒飞十米远 虽然最后双臂护住了头部 但明显手臂在刚才攻击下断 白影秀问这人是否是张科长 看到白影秀这人却笑了 我就说你没有这么容易死 白影秀听到这人声音心中一惊 神秘人脱下帽衫 居然是以为早已死掉的安浩 见误会解除 安浩就指着断臂责问金冠雄 这时一双手搭在了他肩膀上 白影秀自责地表示那天不离开就好 那下次吃好东西的时候就带上他 安浩故作轻松地笑道 这时金冠雄接了个电话满脸愤怒 到底什么事能让一贯云干风轻地打变成绝 另外一边两人的战斗进入到了白肉 白道金一边进攻一边嘲讽幽灵就这么点的事 因为他知道腹部的伤不能脱颜 眼前的幽灵的身影已经开始模仿 白道金一刀刺向幽灵 一条细如发丝的钢丝在空中闪 缠绕在了白道金手臂上图止了他的动脑 然后一系上挑划伤白道金 再问一遍白影秀在哪 幽灵声音冰冷 突然白道金割掉了自己长发 你真是白痴 我就是白影秀 突然的变故扰乱了幽灵心声 趁着他愣神的功夫 白道金主动发起了攻击 一时间占据了上风 片刻之后幽灵冷静下来 真正的白影秀可不会这么乱 爪刀上的钢丝再次缠住了白道金 可白道金竟拼着断臂的风险进行反击 一下子让幽灵受伤颇重 幽灵反复重复一句话 你不可能是白影秀 然后挣扎着站起身 你就是一个小流氓而已 心态大乱的幽灵多次撞到 等他再次看向白道金的时候更是大 这个攻击姿势跟白影秀一模一样 难道对面之人真的是白影秀 白影秀在组织内可是如神话般的组 已经乱了心神的幽灵露出多处破绽 白道金徒手握住爪刀 然后刺向幽灵 连番的受伤已经让他彻底放弃了抵抗 脸上的神情充满了恐惧 因为他眼前之人可是杀神白影秀 看着白道金刺下的鼻手 剩下的也只有幽灵惊恐的残骄 可是最后白道金的鼻手 却擦过他的脸颊扎在地上 无力地瘫软在幽灵身上 几分钟后白影秀赶过来 现场只剩下血人般的白道金 他颤抖地扶起哥哥 这时候幽灵跌跌撞撞地向楼顶走去 正在疯狂地翻着笔记本 沾满鲜血的手指 在白影秀照片上滑了一个塔 此时的白影秀愤怒地连扭曲成暴怒的狮子 而他怀里正抱着早已失去生机的哥哥 泰山会老大白道金遇刺身亡 虽然消息被封锁 但是长时间不露面导致各种猜测评出 其他各方势力都蠢蠢欲动 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老大 秀亚提让金关雄接手 可是却立刻遭到拒绝 没有白道金的泰山会就不叫泰山会 没有人能替代白道金位置 另一边的白影秀也在调查哥哥的死因 手法非常像何章所属的特情 平时伪装成各种职业去执行任务 自己一定要找到并亲手存他 另外一个城市某处楼顶上 一个男人正在悠闲地削着屏股 他就是T1的老大金太 早就不满在这个小城市混了 真男人就应该在汉城这个大海上翻起风了 听说你知道一些有趣的消息 金太笑着问挂在阳台外的美 这人说不明白金太的意思 回答错误 金太毫不犹豫地割断一根绳子 金发南下的大叫 说是泰山那边被神秘势力攻击 白道金被干掉 金太微微一笑表示知道 然后刀再次一条把绳子都割断了 然后吩咐手下召开全体会议 今天他就要吃掉泰山 此时的白颖秀根据线索前往龙望市场 在一家肉库门口停下了点 这就是合章特勤族隐藏的据点之一 白颖秀心知不能放松警惕 轻轻一拉发现门没有锁 可里面的情况却让他大吃一惊 里面躺着四五具尸体满地的血液 只有一个光头还有微弱的气息 看到来人是白颖秀之后七彩一下 不用拿刀对着我的 反正我也快要死了 白颖秀忙问他什么情况 光头说收到命令把人集中起来 可是等来的却是一群全副武装的人 随后光头让白颖秀赶快逃 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太有了 已经不是一个人能对抗得了 说完这些光头身体一览失去了生机 而另外一边安昊找到的据点也是同样的情况 到底是谁在操控着一切 白颖秀心中充满疑惑 此时金太正带人进攻泰山会组 说什么泰山是汉城四大会平 看样子也不过如此 对面的不动夜叉金官雄正一脸杀气的汉人 金官雄告诉金太 像他这样扑过来的已经是这周的第四步 不知道他们是听到什么狗屁小的消息 金太冷冷一笑 看来斯文的解决根本就行不通 随后和手下对金官雄形成包围之事 金官雄仰头长出一口气 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 一起放马过来吧 这时白颖秀低着头分开人群走进来 静止走向金官雄 告诉他自己想替哥哥报仇 需要借助泰山会的力量 所以请求金官雄把泰山会交给他 金太看这边嘀嘀咕咕也听不清楚 就愤愤地走了过去 威胁白颖秀赶快滚蛋 白颖秀也不搭话 一拳轰向他鼻梁 正要发火的金太看到白颖秀样貌愣了 他已经把白颖秀当成了白颖 众小弟也听到白颖秀的威名下的不可动 可老大却叫嚣着要连白颖秀一起并 硬着头皮冲上前去 白颖秀却如虎入羊曲 三下午卓二就解决掉这件 金太命令身后的人一起伤 今天说什么也要吞掉泰山会 当几人再次冲向白颖秀时 只见白颖秀眼神中都是杀意 人群中的他攻击更加的凌厉 眼看带过来的小弟都被当瓜子 金太怒火中烧 准备从背后偷袭 却被白颖秀反身一刀打飞武器 知道今天自己大势已去 眼前的这个男人如同山峰矗立面前不可预悦 金太彻底没有了斗志 招呼众小弟撤退 反观泰山会众人看到老大回归都很高兴 金官雄也仿佛看到那个男人回来 不过要接手泰山会还有一个体验 一个月之后举行的汉城四会联合会议 一个女人笑着说听到一个有趣的传闻 就是白道经已经死了 眼镜蓝表示传闻属实的话 那泰山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其他两人对于这个说法表示赞成 这时候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白颖秀带着金官雄和安浩总的进来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我嘛 金官雄说的接手泰山会的条件就是 白颖秀成为白道经 弟弟要取代哥哥成为泰山会众大 哥哥最忠心的手下和爱人不但不阻止 还倾尽全力帮助他 虽然是双胞胎要貌一致 但是还要模仿平时的行为习惯 就比如拿刀的姿势 白道经平时拿刀喜欢把拇指挡在刀背上 虽然这些细节可能外人不太注意 但是面对经常打交道的对手就要格外谨慎 就比如即将要参加的总会 所谓总会就是由汉乘武家大型犯罪组织的会 表面上是为了防止组织间的冲突某情合作 背地里都想着怎么吞掉对方 秀雅不明白白颖秀冒险做这种事 白颖秀直言不会说是为了报仇 为了哥哥也是为了自己 必须要借助泰山会的力量 不光如此还要统一整个黑道 建筑工地这边 佛波勒局长赵日天一个劲夸张科长办事利索 因为对北韩外交政策的改变 那些议员们都想掩盖一份见不得光的事情 张科长为了大意 竟然把自己曾经的手下都埋在了这里 真是令人佩服啊 说吧还鼓起了他 听着这嘲讽的话张科长脸肥阴沉 赵日天话风一准 质问张科长处理几个小鬼很难吗 自己为了收拾烂摊子花费很多人力和财 对于张科长要求自己出手解决泰山会更是猫 因为泰山会现在还是舞会联盟之手 自己也不想招惹 这时张科长却一把摘下了赵日天的徽章 告诉他只是需要他的公权力 如果他不愿意 想做佛波勒局长的人多的是 见张科长这般侮辱 赵日天保镖上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服 赵日天更是嘲讽他不懂理事 命令他一会像狗一样把徽章叼火 打指张科长一扫腿就把人高马大的保镖摔倒 这还不够 更是一抬脚跺在了保镖脑袋上 突然的变故吓了赵日天一跳 当看着黑洞动枪头指着自己更是快闹 你也想埋在这里吧 张科长的眼神里充满杀意 吓得赵如天连忙跪地求饶 说自己会想办法解决掉泰山会 总会有他认识的人 听到这话张科长才收起了枪 并说自己会盯着事情进入 另外一边酒楼里几大组织老大都已就着 巨狼会柳逼安说白盗金是被人捧死 然后幸灾乐祸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 HHS社长韩楚敏批醒他不要提到白盗金做激动 柳逼安说像白盗金那种嚣张的家伙 被捧死也是脱败 天雄贸易车针锈调侃是否是他派人做的 柳逼安顿感无语 一刻投资的李盛敏让大家都不要找 开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矛盾 这话让柳逼安不守 是人是狗都要出来叫两声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 韩楚敏见双方火药味十足立马打远场 这时候安浩大摇大白总军 说这里气氛死气沉沉 众人都不认识刚想发作 白颖秀淡定地走不进来 突然的出现都让众人吃了一惊 而再来的路上 白颖秀已经熟悉了各方的资料 敌背势力友好势力都已摸清 接下来就是按照白盗金的方式处理就行 车针锈说理的发都认不出来 白颖秀轻浮说要在美女面前好好表现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被捅死了 怀疑你脑子跟我家阿哈脑子一样的 一句话对得柳逼安牙口无言 韩楚敏说听闻弟弟复告上发生的事 其他人也纷纷好奇到底什么情况 白颖秀说外面流言非语太多 自己今天过来是想问一句话 我白盗金有没有资格坐在这里 既然你们这么关心我 怎么没胆量来泰山会看看 然后掏出匕首扎在桌子上 谈论泰山会 你们算什么东西 白颖秀咄咄咄逼人的气势震慑住了众人 我白盗金在宣布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泰山会退出嘴会 之后几人就驾车离开 金关雄说刚才的言论得罪了所有人 问白颖秀是否有什么拒络 不算他们是 金关雄猛打方向 车子才闲闲地避开 安好正要破口大骂 发现已被三辆车包围了 从车上下来的正是柳碧安 居然在大会上口出狂言 挥起一拳砸向车窗玻璃 玻璃破碎白盗金却没有堵地 只是看着柳碧安的眼神充满杀机 今天我就要吞掉泰山会 白盗金掌权泰山会的时候很嚣张 现在弟弟代替他的位置更是狂的没边 在重大老命宣布退出联合大户 这直接打破了现在帮派间的平衡 金关雄不懂白颖秀的意图 白颖秀却说出了令他震惊的话 之前大会的时候 有人问在葬礼上捡刀子的事 而这是只有哥哥和张科长两位当事人之论 联合大会里肯定有和张科长勾结的叛徒 这时金关雄和安浩才恍然大悟 问白颖秀打算怎么做 白颖秀却说不用刻意做名 既然有老鼠 那就放点饮料 老鼠就会自己跑出来 然后车辆就被追来的柳碧安接引 嚣张地告诉白颖秀今天就要吞掉泰山 柳碧安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 之前就一直和泰山会摩擦不断 难道他就是老鼠 白颖秀还没说话安浩就按了不住 直接开启脱铺骂街 柳碧安轻烈地嫖了一眼 嘲讽安浩穿个粉色衣服戴着环像的年号 安浩可不惯着他骂他是个没脑子的二孩 怒急的柳碧安一拳向安浩砸去 却被安浩轻松地接住 软绵绵地拳头吓死人了 柳碧安怒急返校带上了植骨 这时身后又驶来几辆车 红车上下来的人正是李盛民也是酒刀的主 既然咱们盛民少爷发话 那我就给你个面了 柳碧安阴阳怪气地说道 酒刀现在很少在江湖中放的 所以从没把李盛民放在人里 这时一双大手搭在了他肩膀上 你长大很多了 不再是以前受点小伤就哭嘰嘰的小弟孩 一个白发大叔笑呵呵地说道 安浩问金关雄那大叔是什么人 金关雄告诉他别看一刻现在是人 以前可是汉城的笔集组织 而打下江山的就是靠着酒味和辛苦干人撑酒 看着柳碧安手下如临大敌的样子 就知道对方不简单了 而这人就是酒刀的第二把刀催前好 柳碧安对这人也很是忌惮 没想到他会重出江湖 金关雄主动上前恭敬问好 看样子两人很熟关系不错 这时候李盛民说要找白颖秀看看 柳碧安指的信心离开 李盛民邀请白颖秀同坐一辆车 金关雄担心想一同前往被白颖秀白白手 是不用 破坏组织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关系 白颖秀还在揣摩他的真实意图 这时车停在了一处港口 我需要力量 所以泰山会全服于我 李盛民严肃认真地说道 白颖秀瞄了眼窗外来了一群不素质 柳碧安这小子拳头可比嘴巴硬了 另一边的崔千浩看着砸坏的锅里说道 然后画风一转邀请金关雄加入衣服 并表示会给他在酒刀留一个秘密 面对抛出的橄榄枝金关雄毫不犹豫的剧组 那如果今天泰山就会崩塌 你还会坚持吗 而另外一边包围白颖秀的正式酒刀的其他成品 我知道你很强 所以我必须全力以赴 李盛民悠悠地说道 白颖秀双手揉搓面前 他已经知道老鼠的身份 然后吩咐安浩看住李盛民 旁边小弟听这话刚想发难 被安浩一记手刀就解决了 妈的 不要这样狗叫 白颖秀告诉安浩很快就回来 最多一分钟就能解决好 另一边的柳碧安也很饿 本来觉得今天吃定了泰山会 没想到李盛民居然把酒刀的人拉了出来 小弟不明白酒刀有啥好怕的 自己这边人多正好一起干的 被柳碧安一个巴掌狠狠拍在那边上 妈的 你很能打吧 你根本就不知道酒刀的恐怖之处 曾经出动酒刀中的三人就摧毁了一个帮派 而像这样恐怖的存在一共有九人 真不敢想象谁能打败这种人 而柳碧安口中无敌般的人正被人一拳打黑 更是被安在地上抱腿 什么酒刀 全部折断就好 这九名老者就是令人闻风丧感的酒刀 因为他们一鹤才有了最辉煌的规矩 随着老会长的去世和他们的影响 一鹤也逐渐示威 少帮主李盛民表面温文尔雅人出无憾 实际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 所以才和赵日天勾结在一起 赵日天告诉他 泰山已经被上地的人盯上飙头烂了 现在就是铲除泰山的最佳时机 李盛民推脱此时出世无名 赵日天言语冰冷 你不会觉得一鹤是我唯一的选择吧 见他还在犹豫 赵日天进一步游说他 做大使者就要杀伐国家 李盛民不再迟疑已经打定主意 所以请出九刀全力围绕白影秀 没想到见面也不说话 一拳就将光头给轰飞了 更是对着地上的光头连续暴击 你觉得能干掉我或者摧毁太傻 不管你们是听从命令也好 为了尊严你们 你们都判断错误 因为老子今天会把你们都攒 白影秀发出死亡警告 李盛民刚想一动 一把飞刀擦着他面颊飞过 我们老大吩咐过让我看住你 安浩把玩着手中小刀笑着说的 刚才被揍的光头摘下眼镜轻松地说的 再过十年说不定真的会被干掉 一旁其他人也不担心 反而嘲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他被人揍了 光头不满地质问 他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揍 话音刚落小竹子闪电般的一拳向白影秀攻击 白影秀刚举闭格打 红发男接着一拳轰来 白影秀躲开拳头衣领却被抓着 被红发男一下子举起砸到地上 不待白影秀有任何传气机 刀把脸抬脚朝地上的他头部踢去 白影秀只得再次抬臂步 这时马脸男的重拳已来到面前 白影秀连忙起身拉开距离 身后的光头又再次醒来 这些人不光个人实力不俗配合 更是天衣无缝 既然这样那就逐个鸡婆 被轰飞的光头被小胡子稳住了身形 小胡子一下子揪住了白影秀的衣袖 反手抵在了他后脑上 共谈不得的白影秀迎来了光头的重心 这精彩的配合让安浩也赞叹 李盛民以为他想出去帮忙 告诉他即使帮忙也改变不了结果 哪知安浩听完却笑了 帮忙 帮谁的忙 我不出去的话那些老家伙都会被杀的 你们根本就不明白惹到的人是谁 另一边的金关熊被摔倒在挡风玻璃上 放弃抵抗吧 咱们的就情到此为止 白发老者整理了一下衣袖 脑头这边白影秀也开始了反击 可是对面的配合依然给他造成了一些困难 两人想再次围攻过去 被安浩一脚扫中灭门 你也想死吗 两人斜眼盯着安浩 安浩却告诉他们应该感谢他的出手 这时小胡子的拳头已经来到白影秀面前 在下一秒场中响起了咔咔的鼓势声 其他人都不明白发生什么事 再看小胡子的右臂已经脱臼 光头刚发觉情况不对 可为是已晚 红发男已经抬腿披向白影秀 又是一阵咔咔的鼓势声响起 这是张科长调导白影秀的 在面对实力高强或者抗击打能力强的对手 可以通过技巧卸掉对方关节导致脱臼 即使再强大的人也会瞬间失去战斗力 而现在的红发男正抱着膝盖的地上哀嚎 光头暗叹这人真是个怪物 这时李盛铭也感觉到不对劲 想起赵日天提醒自己来到金帝里是个杀手 似乎自己猜到点什么 这边的光头也手不拖就失去战斗力 白影秀一拳就向光头轰去 一声大喝叫停了他 李盛铭说要跟白影秀谈谈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了 明镇江湖的酒刀却被一个人打败了 知道再继续下去损失可能会更难 李盛铭连忙叫停并要求和白影秀谈谈 之前在大会上的举动再加上刚才的战斗方式 让他确信眼前之人并非是白道金 白影秀打掉他的手 这有区别吗 反正把你们都宰了就好了 面对这种威胁李盛铭却说有个更好的提议 看到这边在谈话安号那边也赞成了打败 李盛铭坦白之所以针对白影秀是受人指使 而他手中的文件有白影秀所想知道的仪器 他可以把这文件交给白影秀 作为回报泰商会和一鹤要结成联盟 李盛铭也比较乌虎 本来这次是准备直接吞掉泰商会的 没想到出动九刀还是奈何不了白影秀 不过结盟也是一个双赢局面 他断定白影秀不会拒绝 哪知道白影秀根本不吃这一套 如果谈判筹码就是这个的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摧毁一鹤然后再拿文件 崔千浩听到白影秀这么嚣张顿势激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 金冠雄也拦住了白影秀 告诉他这是和一鹤建立信任的机会 白影秀立声打断他 斥则一鹤只是一群建立妄议的小鬼 杀害自己朋友和哥哥的人还值得信任吗 并警告金冠雄别再废话 安浩连忙拉开让两人冷静一下 李盛铭为表示诚意可以让白影秀先看文件 可白影秀对于他这种短头就出卖盟友的人不信 李盛铭说这份文件可没有背负 说爸向着一旁火炉靠了 那还谈个屁啊 接着干这玩意 李盛铭的行为激怒了白影秀 金冠雄连忙大声制止 李盛铭这边众人如临大敌 如果想联盟就得按照我说的做 白影秀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大吃一劲 就是要求李盛铭成为人质 李盛铭也是能屈能伸之被开口答应 却被崔千浩大喊不可 提出自己代替李盛铭 哪只白影秀出口嘲讽 我要的是一鹤的老大 你算什么东西 金冠雄也不想事情闹得不可挽回 劝说九刀崔千浩是一鹤的根本 完全有资格代替李盛铭 白影秀对于刚才金冠雄多次阻挠以心疼共鸣 这是我自己会拿主 不需要你多演 白影秀冷冷地说道 随后把崔千浩的看护任务交给金冠雄 似乎没想到白影秀会如此对自己 陈寅半天金冠雄才淡淡地说道 白道经可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并非白影秀性格如此 而是一次次的事情让他扑拐 在黑暗的地下世界谁都不值得信 五年前刚从北韩那边潜伏回来 迎接自己的不是掌声 而是一次次的神 自己为国家出生入死 到头来却被如罪犯般对待 最后张科长出面 正迎白影秀没问题 可审讯之人依然不依不饶 最后张科长强行带走 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和兄弟们团聚 可待自己如是如故的张科长也背叛了自己 这一切恍无所谓 正当白影秀陷入悲伤回忆之中 金冠雄走进来告诉一切安排土壤 关于人质的事还想再劝劝他 白影秀却直接打断了他 金冠雄发怒一把揪住了他衣领 我看错了你 我不能把泰山会交到你这样的人手中 你永远也取代不了白道金 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是什么样的感受 一夜之间组员都被如师如赋的上司伤害 自己双胞胎哥哥也惨遭毒手 为了调查真相以哥哥的身份掌管泰山会 看着眼前的调查资料白影秀陷入巨大的悲伤 仅仅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有人就都得死吗 与此同时张科长和赵日天再次碰头密谋 赵日天说所有一切都按计划在进行 张科长觉得那些人都是小混混 拿下他们不在华下 再怎么说他也是专业的 可赵日天却提醒他别掉以轻心 张科长不以为然 决定先接触一下联合大会 如果泰山会那边出问题 他自己就会出手 另一边的金冠雄对白影秀的做法提出指引 虽然结果是好的 但是不认同做事的方式方法 觉得自己和白道金辛苦创建的泰山会 不能毁在白影秀手上 之前说要让出泰山会 现在又要拿回去 白影秀觉得这种过家家的幼稚想法很可笑 他觉得帮派的人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命令就好 而金冠雄却告诉他 泰山会众人是因为信任白道金才会愿意追随 话不投机那就用拳头来说话了 白影秀正一肚子火气没地方发泄了 飞升一膝盖就朝金冠雄顶去 金冠雄挡下攻击同时抓住了白影秀衣领 顺势一个背头将白影秀砸到地面 难道特勤组就这点实力吗 话还没说完就被一脚踢中下吧 两面栽倒在地上 两人都互相看不惯对方 另一边的安浩正负责看护作为人质的崔千浩 正好李盛民打电话询问情况 崔千浩让他别担心 自己在泰山会这边就当是度假了 李盛民觉得自己操之过急才导致的 崔千浩说计划没有任何问题 谁也想不到白道金是白影秀冒充的 挂完电话的崔千浩被安浩调侃 这通电话不像是别老大会报工作 倒像是爷爷跟孙子报平安 安浩一问李盛民不担心他们伤害崔千浩吗 崔千浩却表示一切都是为了帮会好 他会坦然面对结果 对此安浩更加疑惑 难道下属不应该毫不疑问地执行老大的命令吗 崔千浩说这说法适用于军队而不是帮派 因为那样的话找不到可以为你卖命的兄弟 而这边散乱倒塌的桌椅说明战斗已经结束了 白影秀高举的拳头却迟迟没有落下去 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 白影秀表情黯然 随即转身离去 因为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帮派能解决的事 这边的安浩正好接到了白影秀的电话 要崔千浩好好休息就准备离开 临走的时候认真地告诉崔千浩 虽然你的说法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实力 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 见到安浩白影秀告诉他自己的决定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 我们将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 那就先把以前说的那些家伙们招募过来 我们会像专业人士一样行动 这样的话只需要一周就能摧毁联合大会 如果真的有地域 那这个人就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鲍里斯原署雄国瓦格纳雇佣兵 为追踪叛徒隐藏身份潜伏下 这就是白影秀招募的第一人 另一边和白影秀大打出手的金冠雄陷入了国意 四年前他曾效力于一刻 随着老会长的去世他决定了 于是开了一家炸鸡店谋生 可是之前的仇人没打算放过他 这时经常光顾他店的长发男子出手 金冠雄不想让他惹麻烦催促他快走 长发男子却丝毫没有担心 介绍自己是泰山会的白道警 对于这种小帮派金冠雄根本没有听过 这时刚才被打之人的老大搞得过来 一上来就亲切问候了两人全家 这人是以高利贷谋生的HK的李兴国 看到小帝被打的惨状顿时大梦 说要把白道警卖到货所当男模来赔钱 白道警也不搭话 只是看向他的眼神冰冷 然后一把抓住了李兴国的水 另一只手摸向了妖娟的匕首 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响起 李兴国捂着手疼的冷汗直流 嘴里不停大骂白道警是疯子并威胁要干得 白道警蛮不在乎介绍自己是泰山会 随时欢迎他去报仇 小弟们赶忙送李兴国去医院 金冠雄说他没必要参与进来 白道警却告诉他一个事实 人一旦踏入江湖就无法回头 随后邀请他来泰山会 金冠雄沉因良久下定决心 从此开启了泰山会的规復 两人也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 思绪拉回现实 金冠雄看着手腕上的头绳 陷入无尽的悲伤 与此同时李兴国得知 泰山会退出了联合大户 觉得这是泰山会最虚弱的时候 而他经过四年的发展 已经拥有了五十名血 于是召集众小弟 一定要报断指之仇 此时门外响起了剧烈的踹门声 小弟刚去查看被门撞飞了 抱李斯冷眼看着屋内的众人 他出现在这里正是白影秀的杰作 之前在工地突然看到一幅五角星图案 他不知道谁用这个暗号联络他 跟着只是来到一厕仓库 看到是两个陌生人 他二话不说抽出匕首冲了过去 可白影秀却没有任何多数 只是把一个优盘放在了他面前 说想和他做个交易 看着优盘报李斯停止了动影 此时的李兴国诧异地看着报李斯 虽然不认识他 但觉得这人绝对是个智诚 居然敢单枪匹马一个人过来 随后吩咐手下干掉报李斯 老大命令刚下中小弟一拥而上 可迎接他的是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这一幕直接镇住了众人 报李斯一枪拖杂到一面 另外一小弟想趁机偷袭 报李斯掉转枪口指向他 你想要吃花生米吗 然后再次一拳干掉这 其余人一拥而上 同时抱住报李斯不让他动 报李斯却丝毫没有慌张 张头咬在这人胳膊上 然后一甩脖子生生把这人损飞 顺势骑在这人身上并抄起了一旁的笔绳 在李兴国惊恐的目光中 缓缓割开了小弟的脖子 这残忍血腥的一幕犹如地狱重现 没过多久场中只剩下李兴国一人 似乎被吓破了 李兴国没有任何反抗 等待命令的宣盘 就在匕首次序的同时 安浩急忙跑了进来大声不止 安虎报李斯的情绪 同时打电话给白颖秀汇报情况 说这里除了李兴国其他都团命 比起这里安浩更担心白颖秀的安危 因为白颖秀要面对的是 传闻中的铁右鼠 白颖秀让他放心 说这家伙是为了钱工作 就在这分神的功夫眼前 已失去了目标踪迹 要到身后的铁右鼠从天而降 谁派你来的 回答不满意就把命留下了 丢个最中心的手下 却和弟弟大打出手 只因双方对于泰山会的管理有分歧 这也让白颖秀下定决心 要按自己方式行动 这次招募对象 是一个外号铁右鼠的少年 这个少年不是简单人物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已经消失在白颖秀饰演者 从背后发动了偷袭 却被白颖秀及时挡住了 少年质问他是否是上级派来追杀自己 白颖秀没有回答 直接道出了他铁右鼠外号 似乎预知到他的行动 而且招式也似乎很熟悉 可他确定自己来H国前 已经杀了所有认识他的人 三年前他还是北韩一个普通少年 林庆春 很多跟他一样的人 都被集中在一处工厂 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个独眼龙就是他们的教官李宇唐 目的就是训练他们成为 潜伏H国的特工 这群年轻少年们被授予铁右手带号 日以继日的残酷训练 让他们变得麻木不仅 眼神也从少年的清澈 逐渐变得冰冷 唯一让他感到温暖的是 一个送货的司机大叔 每次都会给他带来巧克力牌 只有在和大叔相处的时候 他会变成曾经的少女 时间一晃两年过去 这群人已经具备了 很强的格斗生存能力 上次命令教官林宇昌 安排铁右鼠执行任务 铁右鼠成员担心任务危险 于是决定趁夜色逃出这个地步 他们计划就是干掉 司机驾驶火车力牌 唯一对林庆春好的司机被害 这让他瞬间情绪崩溃 于是拿起了刀划身为恶魔 不露了整个铁右鼠成员 从此开始了亡命天涯 此后不久教官李宇昌 袭击了基地所有人 当他撕下人皮面具的时候才发现 正是潜伏多年的白颖秀伪装的 这样基地所有人的死 都可以栽赃到逃亡的林庆春身上 此时的林庆春 已经被白颖秀用刀架在脖子上 他很好奇对方 到底在哪学的格斗技巧 这种技巧还是以前在教官那边学的 白颖秀依然没有回答 只是说想和他做个交易 林庆春对于这种提议充满期待 与此同时一间酒店内 一个男人正被酒店暴露 柳碧安正为旗下酒店被封拿起的地发现 自己上面的人脉关系 也没有查出来何人损 这时一个小弟慌忙冲进来 说了另外一个小词 就是HK的李星国被泰山会摧毁 他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觉得酒店被封也是泰山会所 所以照击中小弟讨把泰山会 在酒店大厅却遭到一个神秘人讨讨 柳碧安正在气口上 闻言更是暴露 神秘人不依不饶 说这群人就是无核之症 柳碧安一拳就像这人疯群 神秘人仰头躲开 拳头被旁边眼睛难以打接近 这家伙虽然嘴厚 但是说的是事实 张科长斜眼看着柳碧安 如果你愿意帮我们做点事 可以帮你解决酒店的事 对于这个提议柳碧安表示没问题 但是如果骗了他 他不会放过眼前的两眼 神秘人似乎听到天大的笑话 大笑不准脱下冒山 正是杀害哥哥的幽灵 柳碧安顿时火起 张科长让他冷静一下 如果拒绝我们的提议的话 未来会下跪求饶的 狼是食物链的最紧的 即使森林之王也只能沿为附中美食 分工明确纪律 严明加上强大的狼王铸就了一切 而柳碧安就是巨狼会的狼王 从来没有人挑战过他的威仪 张科长的轻视让他暴怒欲跑 没等他发作张科长从怀里抛出了哑哑 再怎么样你们只是一群混混 柳碧安和众小弟都愤怒不已 张科长让他们冷静下来 随后递给他一份文件 柳碧安看了之后脸色阴晴不定 条件很优惠但是风险很高 他还不能信任对方 幽灵信誓旦旦说自己是专业的 没料柳碧安直接把文件撕得粉碎 一直说自己很牛逼 那就证明看一下吧 另外一边的安浩一直在等待艺人 给他发信息也没有回复 电话询问白影秀怎么办 白影秀告诉他继续等待 他这边现在和铁右鼠在一起 正在采取一些行动 狗狼两人警告他们别在这里逗人 铁右鼠一脸兴奋地问这两人有没有用 两人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只看到一道身影一闪过 随后脖子处传来凉嗖嗖的感觉 铁右鼠正在另外一边得意地看着人 如果不想死就赶快捂着伤口 看到衣服上沾到写字器的大脚 电话这头的安浩听到这边的吵了 觉得铁右鼠是不是太年轻了 会惹麻烦 白影秀告诉他别担心 转头一人朝他批来 白影秀侧身躲开抓住对方手脉 踏踏铲骨折声响起 随后传来杀猪般的踩掉 白影秀一脚踩在这人脑袋上 其余人立马抽刀冲了过来 白影秀裸脚脚晕衣 铁右鼠干掉了其余几人 他们要摧毁巨王会的下属所 就跟之前HK李星国一样 另外一边安浩等的人 是他在中东执行任务认识 只要给到足够的钱 就可以帮忙做事 被人成为跑腿男孩 这边白影秀两人继续前行 一把斧头旋转地朝他飞来 白影秀反应迅速一把接住 白色西装小胡子一脸诧异 居然被接住 质疑他们凭什么敢惹巨王会 这边也不废话 铁右鼠直接闪身冲上去 小胡子身后两人一把推开 一人抓住铁右鼠的手 另外一人匕首十次他面目 好在反应迅速及时躲过 这些家伙看样子是接受过专业训练 小胡子看铁右鼠吃鳖 得意洋洋说是柳碧安送过来的高手 与此同时 另外一拨人已经来到了泰山会王 这边的白影秀还不知道 但是他猜到了这些是张科长的结果 吩咐铁右鼠解决掉这些人 铁右鼠竖起两根手指 说这些人是高手 我要双倍报仇 说完脚一蹬地面 朝着众人冲了过去 地长拍在面前这人的手上 另外一只手上蝴蝶刀飞舞 一刀割开对方喉咙 不等落地再次矮神冲向另外一人 这人甚至都来不及 做出反应以领的动作 电光火石般解决掉两名高手 已经把小胡子吓上来 铁右鼠说自己解决剩下的 让白影秀按自己计划去行动 白影秀不明白张科长行动如此迅速 这其实就是之前柳碧安和他达成的协议 起初柳碧安还担心命令不了这些人 张科长却让他放心 因为这些人只认钱不认人 白影秀眼看就要冲了出去 一辆摩托车朝他急驰而来 一跳棍朝白影秀脑袋打来 中东有种职业叫跑筒男孩 拿钱可以做任何事情 并且不会探寻双方身份 以及东西是什么 只需要把指定的物品交给买方 就可以拿到报仇 只是这次买方为了怕走漏风声 所以在这人报仇中夹带了一枚C4 没想到这人居然在爆炸中 幸运的活了下来 接下来买方迎来了他疯狂的暴露 杉枪皮马就团灭了对方 因为他是最危险的跑筒男孩 现在白影秀面对的就是他 这人开启摩托车大跟谎白影秀 然后猛的一米油门出了馆 白影秀是现受阻 只能本能排币格挡 几手阴声而断胳膊 也挨了重重一击 这人还在远处静静靠 犹如盯着食物的猎豹一般 只要一有机会 就训辟地扑咬上来 与此同时一群凶神恶煞的人 来到泰山会老巢 一辆路边的车正在监视着一切 幽灵对于根据狼会的合作吃之以为 他不明白自己一个专业的 为什么要寻找混混帮忙 张科长却告诉他一个惊讶的事实 那就是白影秀可能还没死 幽灵先是一愣 然后抹着双手一拍 那就再杀他一次 杀双胞胎最有趣的 就好像可以杀一个人杀两次一样 张科长看着玻璃的倒影音 让我们快点把这事了结吧 白影秀 此时巨狼会的人已经攻入了泰山会 泰山会众人毫无防备被打 措手不及 可泰山会毕竟是五大帮派之士 片刻之后已经稳住了局面 双方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看着这一切的眼镜男眉头一重 一拳砸倒一名泰山会小团 随着张科长这边的人加入 局势再次繁准 众人气势高涨攻击泰山会 忽然巨狼会带头之人 被神秘人一拳砸进地面 金属拳套的重击 直接让这人昏死过去 这人正是被当作人质的酒刀催千号 巨狼会的人震惊酒刀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既然一鹤和泰山会 现在是合作关系 那我就不能坐视不管 放马过来吧 小崽子们 眼镜男缓缓摘下眼镜 老家伙不在家喝茶眼神 偏要来这打打杀杀 真是怕死得不够快啊 他正是特别行动组组长调昌勋 这人全法如猛虎下山 骄龙出海一般庞泊大气 没多久地上就躺满断手断脚之人 他就是最强酒刀催千号 巨狼会的人不明白 他为什么站在泰山座里面 调昌勋出言讥讽 老家伙就该喝喝清茶做作 不该参与到年轻人的世界里面 崔千号对于这种无理言论 刚想否计 高昌勋一拳中计他的下落 没等他有所反应 更是次拳连续击中面门 随后运起全身力量 一技后百拳爆肝 一套漂亮的堵合拳 直接KO了崔千号 该死的老家伙非要来装备 另外一边的白颖袖陷入了胶主 对方迟迟没有再次进攻 将他拖在了阵 如果自己不能加快破坏 那计划就会全部跟他 突然摩托车正面出发过来 他的目标是抓住对方的头 可这家伙灵活地躲开了 刚转过身 摩托车再次急舍 白颖袖刚想做出反击 对方一个急下车尾翘起 翘棍直接照着他脑袋 他当躲开翘棍 却被爽过来后轮打 白颖袖呼出一口气 躺脱自己冷静下 观察对手 然后再采取行动 对手一直 以此来让自己视线受惑 只能凭借声音来判断对方的攻击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 这种变量让他感觉无法反抗全局 只能消极被动防止 专业选手就这么点本事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白颖袖看到金冠熊一刻有愣住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个业余的帮手 另一边的泰山惠平屋内 刚想离开的朴昌勋被叫住 正是再次站起来的崔千浩 一个废物老头还要这么决定 朴昌勋想赶快解决战斗 忽然一拳直接冲他面门封来 这速度跟刚才判若云尼 朴昌勋意识到这点想先拉开地位 崔千浩却不给他机会再次贴挤 重拳直接将他轰得倒飞 姚昌勋忍得口头微点 想拔出肩膀的笔手 崔千浩的拳头再次袭来 直接连着笔手一起轰飞 然后左手直接掐住了他脸颊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容易被搞定 你家大人没教你讲文明懂礼貌吗 姚昌勋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 偷出另外一把笔手扎向对方 崔千浩却直接握住了刀刃 我们不会精于算计 但是会为了保护家庭 朋友 组织而战斗 现在懂了吗 小崽 这就是我们的道理 而这边白颖秀看着金冠雄泰山会怎么样 金冠雄让他不要担心 因为现在坐镇泰山的那人不会倒下 白颖秀看他走进摩托车 提醒他对方是高手 不能像莽夫一样蓝感 金冠雄没有回应他 把外套缠在右手上 你就是想的太多 让他记起了千变万华 我他妈一力破诊 这可是你哥哥告诉我的 金冠雄的重拳轰重 急驰而来的摩托车 竟然震的车手直接摔了下来 我们可是泰山会的混蛋 弟弟读书是为了让自己 全是为了让傻逼能心平气和和自己对方 两人虽然是双胞胎 从小性格却完全不同 白颖秀每次被人欺负 都是哥哥用拳头替他出头 他非常讨厌这种与暴制暴的解释方式 于是进入初中之后更加用功读书 而此时的白盗金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经常打架闹是成了学校公民人物 这次又在操场和别人约假 不过白盗金身边的人都是伤痕没人 而对方全是人高马大一看就不好有 有人认出带头的是一城高中的秦豪 觉得这次白盗金要吃苦头 秦豪嚣张的说本来就是给白盗金朋友一些教训 没想到居然有人替他们出头 那就连白盗金一块教训 白盗金看着比自己高一头的秦豪却全然无需 嘲讽他只是敢欺负弱索的人消 有本事到社会上找红混抬去 文言秦豪脸色一变就要动手 白盗金朋友准备上前 却被他拦住了 说这次事情自己一个人能摆 教室这边看着的学生高呼真帅 下一秒白盗金头处在地上屁股高高翘起 前辈对不起 这态度突然地转变让众人都论你 白盗金说早就仰慕秦豪大门了 这下倒把秦豪整不回了 不过对于白盗金的态度还是很满意 说以后做他们的时候会轻易 他却没有发现白盗金嘴脚弯起了 白盗金悄悄按下手中的圆珠 迅速地一下子扎穿了秦豪的鞋子 场中顿时响起了秦豪的哀号 趁他病要躺你 白盗金飞起一脚踢中秦豪下 志勋每天早上送到补贴家用 却被你们打断了头 剩下的众人从先前的震惊中怀而过来 一拳向白盗金攻去 却被他反手扣住了走 成国因为受伤最近都没带紫菜包饭来学校 白盗金自顾自地说道 好怀念成国妈妈做的紫菜包饭了 此时更多的人冲了过来 几人一拥而上控制住了白盗金 一人正面挥出一拳 直接轰中白盗金面门 白盗金却一把揪住了他的头 一记头锤撞在这人脑袋上 还有本来脑袋就不好的人 为什么要打他的脑袋呢 见白盗金如此难缠 剩下的人全冲了过去 白盗金立声大喝 所有惹到我的人都要死 此时一道人影飞速的接近 一脚揣飞架住白盗金的人 白盗金看到来人神色一正 这帅气的飞踢居然来自白盈秀 我很羡慕这样的哥哥 白盈秀淡淡地说道 我们可是兄弟俩 思绪拉回现实 金关雄正面一拳轰飞了摩托车上 偶尔用白盗金的方式也能解决问题 金关雄提醒他 白盈秀好奇金关雄眼中的白盗金是什么样子 我会告诉你他 说罢金关雄单膝跪地 我会把你变成泰山会的一道奖 另外一边的崔千浩喝搓水 感叹自己真是老了 稍微运动一下就浑身酸痛 然后招呼剩下的小崽子们一起 一人掏出钢丝缠绕在手上 突然偷袭崔千浩 正是一只没有出手的幽灵 哥哥表面是TS金融社长 暗地里却是黑道泰山会老大 一次被人暗杀身亡 双胞胎弟弟为报仇重挡泰山会 收获了哥哥最中心下水 之前被打飞的摩托车手再次起身 他没想到会在阴沟里翻转 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猎舞 然后舞动手上的翘滚 金关雄看此情形再次握拳上前 双方战斗一触即发 这时候车手手机响了响 拿起手机瞄了一眼 然后指向金关雄 打坏我心爱的车灯 你今天死定了 然后一米油门 狗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两人在风中凌乱 另外一边的泰山会左部 场中一片寂静 不管是泰山会成员 还是进攻的一发 都知道场中的战斗 才是绝胜的功夫 这一千号的铁拳轰中了幽灵下来 他脸色却更加凝重 他知道对面这人是个风 只要一有松懈可能会会数 他需要趁着气势一鼓作气 干掉对方 幽灵却节节怪小 老家伙拳头软绵绵可干不掉 说把整个身体如鬼魅般一闪 虽然挡住了致命地方 可是手套上依然留下了深深的刀 并且后背也有一道深可见的伤 幽灵嘲讽让他再快一点 马上就送他回老家 想到一会可以干掉白影秀 更是大效果 崔千号趁机冲上前挥出一拳 再快一点 我在你右 快一点 左边左边 去死吧老家伙 崔千号却徒手接住了医生 必须要尽快干掉此人 想到此续起全身力量一拳轰出 可是胳膊却被幽灵给架了 就这 说把用力往后一趟 硬生生折断了崔千号的胳膊 然后猛了跃起 膝盖直接奔崔千号面门而去 却被一声大喝叫停 姚昌勋发布了全员撤退的命令 他简是接到命令 计划临时改变需要撤退 这让打得正兴奋的幽灵很大 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 妈的 从刚才就一直囊囊地撤退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脑 游戏才刚开始 这时候对讲机传来张科长的声音 让他别晚了 回来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原来是柳逼安想到一个更恶毒的机会 别墅内林庆春抱怨不会记礼拜 闹着要安浩帮忙 还给安浩起了外号叫英语 一旁的鲍里斯则盯着水果刀发呆 这时一人从后面走得出来 安浩和林庆春直夸老大好事 白颖秀一身黑色西装走得过来 现在开始我们要像帮派一样做事 大伙觉得可以从哪里开始 半个小时后 崔千号气呼呼地走得出来 金冠雄连忙追了过来 崔千号说自己也为泰山出了不省力 完了还要被人赶回家 金冠雄解释白颖秀不是那个意思 崔千号说是开玩笑的 本来自己也准备回去 看到泰山会现在这样 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说不定能让一鹤重现当年的灰火 所以他想尽快回去跟李圣里商量 而他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九刀正面临巨大的危机 九刀全员除了光头 其他人都倒在血锅中 而进攻他们的正是幽灵和神秘车手 这也是柳逼安想到的计谋 老家伙 你们的时代过去吧 地下世界本就是尔入我家利益危险 随着泰山会老大白道经玉玺深容 看似稳固的联合大会暗潮凶力 在张科长的挑拨之前 先是联合巨狼会偷袭泰山会 再看到一鹤的崔千浩坐镇泰山的时候 直接转头进攻一鹤的大本 而此时的李圣林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不知其 他情绪低落 由于自己粗心大意 导致部下都受伤不轻 红发男出口安稳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可是稍微一动就疼得呲牙咧嘴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忽然外面传来嘈杂声 李贵昌起身出去查看 手下说是有摩托车声音从楼下传来 随后摩托车更是冲进办公室见人救他 把脸男手当其冲 结结实实挨了一天 众人也都是刀口填写过日子 迅速反应过来 京城用绑着石膏的手臂挡下了一击 此时其他袭击者鱼冠而出 光头大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破坏同盟关系 巨狼会众人没搭理他 依然下令全力进攻 红发男一脚踹飞这样 你们这些臭虫以为这是哪里 红发男暴怒欲狂 可是原本就受伤的脚踝 因为刚才那一下子更加严重 光头知道拖下去的路 决定先拿下摩托车 一把扯开京城 让他先带圣敏少爷离开 这边他会来应付 之前被打倒的马脸男 此时爬起来抱住摩托车上 光头趁机一脚踩向车上 李圣敏不愿留下众人独自离去 被京城拼命拉走 看李圣敏还要回去 京城告诉他 刘德青山在不愁眉柴哨 只要李圣敏还在 一鹤就还有希望 为此所有人早有了死的觉悟了 看着一片狼藉的众人 柳碧安嘲讽九刀不过如此 只是可惜让李圣敏跑掉 车上的李圣敏痛恨自己的无能 以为自己能重铸昔日一鹤荣光 没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小丑 忽然一辆摩托车冲到车辆前 在地上撒下一排子的颗钉 京城猛打方向脚踩 李圣敏想同京城一起面对摩托车 被他拦了下来 嘱咐他很快跑 也让兄弟们死得没有价值 这辈子能在九刀已经值了 李圣敏开始拔腿旁奔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跌倒了多少次 脑中一个声音提醒他一定要活下去 不管多苦多么卑微也要活下去 这是兄弟们拿命换了 终于来到了泰山会老头 白颖秀众人看到李圣敏样子 也是吃了一惊 崔千浩连忙询问怎么回事 李圣敏没有回答他 而是面向白颖秀 祈求泰山会救救一和 自己之前还想吞掉泰山会 现在又来请求帮助 虽然过分但是没有办法 于是面向白颖秀双腿一驱就一跪下去 白颖秀一把扶住了 告诉他刚才正在讨论一些有趣的事 随后表明自己将会摧毁联合大会 就是不知道从哪个帮派开始 然后询问李圣敏的想法 而此时的一家医院病房内 秀雅正一脸担忧地看着病床上的人 这人正在通过营养液维持生命体征 绝顶高手如愿变成了绝顶高手 因为突发烦恼一分钟二十分烟 孙子发现后大为恼火 还指望他教自己格斗技巧 老头告诉他强大不是源自实力 而是永不屈服的精神 来孙子喝了这碗鸡汤 这就是儿时李圣敏最崇拜的人 统一H国黑道的一鹤老大李成鹤 然而就在昨日 强大的一鹤居然被人攻陷了 为此李圣敏无比沮丧 爷爷打下的江山就毁在了他身上 崔千号十分担心他 但是也只能靠他自己解开心结 白颖秀对他很客气 因为之前崔千号帮忙泰山 所以李圣敏愿意住多久都没问题 崔千号说都是兄弟帮派 要互相帮助 白颖秀知道他想说什么 可是现在的一鹤又能做什么 崔千号承诺以后只要是泰山的事 他们一鹤就择无旁贷 白颖秀不紧不慢地气了一杯茶 我是在问一鹤的老大 还是你一夜之间成了老大 这话嘲讽意味十足 但是人在屋檐下 崔千号没有办法说什么 崔叔麻烦你回避一下 我想单独和白社长说点事 等两人走后 李圣敏问白颖秀在泰山会说话是否管 白颖秀没有回答 反而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他 而且现在事情发展超过了李圣敏的控制 李圣敏意识到现在应该对白颖秀有好意 现在也只有泰山能帮到自己 于是问白颖秀是否打算跟他结盟 没想到白颖秀一口回酒 因为现在的一鹤实力太弱 准确的来说是李圣敏太弱了 现在摆在一鹤的只有一条路 就是依附泰山会 但是首先李圣敏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李圣敏表示一鹤还是属于联合大会 而巨狼会违反协议进攻一鹤 自己一定闹到联合大会让柳碧安付出代言 而现在HSS的何海松这里也有一位不速之客 正是巨狼会的柳碧安 两人一番闲聊之后 何海松问他打算怎么处理烂摊 柳碧安蛮不在乎 自己之所以进攻一鹤 只是因为看李圣敏不爽 文言何海松说不会站他这边 这次他做得太过分了 柳碧安也无所谓 这一届联合大会会有好戏上的 而这次大会地点还是特意为李圣敏准备 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李圣敏老家 这种做法是彻底在打他的脸 开门小弟嘲笑他似的丧家之举 对他极尽恶毒语言 李圣敏耳边回响白影秀的话 自己离开九刀的保护啥也不是 证明自己能领导一会 就拿出相应的实力了 李圣敏黑着脸忍受嘲讽 甚至有人把烟头扔到他身上以此物 一个胖子拦住他的去 说里面正在召开联合大会 闲杂人等不得进入 李圣敏阴沉着脸让他滚开 胖子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李圣敏愤怒的一拳轰向胖子 李屋的小弟也听到外面的吵闹声 而李圣敏此时已经解决掉胖子 见此一人拿着棍子冲了过 当头给了李圣敏一棍子 迷迷糊糊之间想起爷爷的话 重要的不是自己格斗能力 而是永不屈膝的精神 可是没想到的是 大爷不爱广场舞去爱混黑道 一把西瓜刀从汉城砍到几个岛 统一整个H国黑道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酷了 然而他的野心不止于此 他想起白然后进入政坛 最后失败而归 受到以往敌对势力打压 最后不得已把一鹤一尊为此 也就是现在H国的黑道势力分布 但是柳碧安却无视李成鹤老贵感攻击了一会儿 这让天雄贸易的车针秀极为枯大 要柳碧安必须给一个交代 柳碧安嘲讽他算老挤了 这次是一鹤 下次轮到谁就说不定 文言车针秀刚欲发作 李圣敏浑身是血的走了进来 一把扯掉柳碧安嘴上的香烟 我才是这里的主人 这里是人住的地 不是狗窝 落了面子的柳碧安一扫面前的餐具 我们的圣敏少爷好大的威风 还真有点男人为了 李圣敏对他的威胁丝毫不在意 表明自己仍是一鹤的主 而柳碧安违反联合大会协定攻击一鹤 所以要求巨狼会退出总会并交出手中地盘 柳碧安大方的承认所有事情都是他对 不过自己也是迫不得已 随后掏出了李圣敏和白道经见面的道理 指责李圣敏唆使泰山会先对巨狼分布出手 也抓着这个事情追问 李圣敏反而陷入了被动 柳碧安城市追击 既然说不出所以言 那不如就用实力说话 话音刚落 早已埋伏好的巨狼会打手出现在柳碧安身后 车针秀横眉冷树 老鼠不发威 真当老娘是病猫啊 说爸戴上了墨镜 逃空中打了一个响指 一个手提砍刀的身影出现在哪 如果要开战 今天必取你们两人手机 李圣敏知道这是天雄的王牌屠夫 柳碧安也不愿意现在合车针秀撕破柳 不过能保得了李圣敏一事 难道还能保得了一事吗 失去了九刀的一鹤啥也不是 李圣敏却哈哈大笑 我可没说自己是一对人 此时一群人朝会常走 一个声音不合时宜地传了进来 我又迟到了呀 你们又把气氛搞这么死气沉沉了 柳碧安眉头危壮 呵斥泰山会已经退出大会了 现在就没资格出现在这里 随后嘲讽李圣敏 这就是你找的新靠山 白颖秀就正他 说李圣敏是他们的会员 此话让众人都为之一惊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白颖秀说泰山会继承李承赫老会长医院 全力支持李圣敏当会长 随后更是威胁众人就要选边在 是继续继承老会长医院 还是选择成为敌人 门后的图书刚准备动被车针就制止 说完就带着李圣敏离去 白颖秀夸他还蛮有气势 突然门口一人拦住去路 白颖秀扭头看到这个人 顿时整张脸因为愤怒而扭曲起来 男人表面是个憨厚老实中年人 实际却是个心狠手辣之徒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连多年生死兄弟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设杀 白颖秀跟西瑞恩师再度相见 一团怒火直冲胸膛 强烈的怒意让他浑身颤抖 一旁的李圣敏也看到了张科长 想到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此人 顿时也是怒不可恶 而白颖秀亮出手中敌手 整个人散发冰冷的杀意 计算和张科长之间的距离 以及有几成把握可以一击致命 而张科长似乎没有感受到这一切 平静地跟白颖秀打招呼 半场之后白颖秀准备抽根滑子压压的 而张科长是时候地上打火机 画面中两人宛如多年好影 下一秒张科长的画风一转 说已经确定了白颖秀的身份 问他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刚才为什么没有动手 白颖秀告诉他 这件事情不会以一个人的死亡而结束 然后挥挥手跟他告别 并说下次再见会告诉他自己进 战友和哥哥的死都是拜他 白颖秀凭借坚强的意志 才压下复仇的朋友 可是却不敢再看那张丑恶的嘴里 直到几人走远之后 白颖秀再也压抑不住 立声告诉众人 开始实施计划 另外一边红股贷款的老陶们 李兴国正为最近收入减少大发为凭 憨憨小弟说最近商户都很难管 谁果摊家漂亮女儿 说肉肠也不愿意还钱 李兴国感到一阵头疼 都是因为泰山会的那个俄罗斯人 还有那个金发小子警告他要低点 下次再见到他一定要跑 说曹操曹操就跑 安浩此时正出现在名乱 正一脸笑眯眯的跟他打招呼 憨憨小弟不认识 嚣张的说哪来的小兔子 李兴国想阻止已经来不及 想想之前被打的场景就一阵打喊 果然一阵乒乒乓乓之后 憨憨小弟已经躺在一旁昏迷过去 安浩说今天过来时想咨询几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巨狼会所有的资料 另外一个是可以关押五个人的场所 李兴国心里谈算着 看来外界传言都是真的 一刻和泰山会结盟对抗巨狼会 自己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好方向 于是信誓旦旦告诉安浩一定 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是有个小小的条件 那就是自己想加入泰山会 这个要求让安浩一阵恶忍 因为这家伙不是属于巨狼会的 而李兴国给了解释 良情择磨而期 安浩答应了他的要求 李兴国也侃侃而谈他所知道的一切 完事之后安浩让他一期走了他 去找关押五人场所 李兴国本不想抛头立面 安浩告诉他已经是泰山会兄弟 就要一起共进退 夜晚一处偏僻的废弃场 里面关押的正是九刀的光头 一人打开厂房走不进来 柳碧安让他别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现在可是接下去 然后自顾自说了起 泰山和一鹤联合起来打压巨狼会 现在正在寻找九刀众人 光头不明白他的意图 讨讨他是不是害怕 文言柳碧安哈哈大象 即使双方联合了也不足为局 除了金冠雄和崔千浩 其他的人就是臭鱼烂侠 这次轮到光头大笑 这家伙是不是忘了一个更加苦苦的 九刀可是在白影秀手上吃过苦 此时的白影秀之身一人攻入巨狼会分 而他身下躺着一个伤痕累累的家伙 白影秀问他所使用的刀法是何人所教 不说就送他去建马克思 表面是TS金融的摄政 真实身份是泰山会的老大 身边不光有德力助手金冠雄 还有个女人一直背后支持 可是一场巨大的阴谋却悄然笼罩泰山会 白道经玉玺身亡 双胞胎弟弟掌控泰山会 秀雅就很少出现了 他不愿意看到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 金冠雄和他都有一样的感觉 还是秀雅看得通透 抛开其他身份部台 至少他们还是泰山会成员 要做好本职工作 这次来就是做工作警报 会议室李白影秀和李盛民保救等候多时 秀雅在台上分析着收集到的线索 目前九刀被藏的可能地点有两个 以泰山会现在的人数做不到同时进攻两个地理 汽车旅馆周围人口密度低 贸然进入很快就能够打枪 所以秀雅建议是集中力量攻击废弃仓库 白影秀心中早已有了技能 这种突袭人多反而不是好事 一旦对方设埋伏那就是万机不复 所以打算排林庆春和安浩去废弃仓库 他们两人比较擅长潜伏 汽车旅馆这边白影秀打算亲自闯一趟 晚上的破落的汽车旅馆 白影秀正在打听消息 一名小弟模样的人已保护客人隐私巨角 还一脸不耐烦地让他滚蛋 别在这里找事 白影秀也没多说什么 抛出匕首一下子扎穿了此人手掌定在桌上 现在可以回答我问题了吗 九刀是不是关在这里 这人还没来得及回答 白影秀已经拔出匕首 我还是亲自问李道好 这是一群手持武器的人围了馆 可是这些人却误怕了对方实力 仅仅五分钟后 白影秀潇洒地擦拭匕首血子 一人抓起地上的人准备询问信息 发现都已经没有活口 这人就是赶来的推迁号 他心里一直有个很大的原因 为什么要帮助一鹤 总感觉一鹤甚至是泰山都被白影秀利用 除了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就想让白影秀说出真实怒 突然一群小混混地出现打断了他们的团 还嚣张地命令他们站着别动 突然白影秀抓住了他的脚毁 努力向下一转 这个人整个身体腾空而起 另外一人拿刀刺来也被白影秀反手握住 被拽下来的同时 崔千浩的拳头也来到了面前 一下子将死人砸进地面 与此同时白影秀也非惜解决了另外一人 崔千浩以前只听过白影秀实力强悍 这次才真正感受的 他总能在空档中找到对敌机 并且给予致命一击 自己和他完全不是一个谅解 在两人的配合下 出现的众人瞬间吐绷瓦体 在毫不犹豫刺下一刀之后 白影秀依然云淡风轻 反观众人已经打含萌声退 另外一边安浩一行人也来到废弃仓谷 李星国说也不确定一定是这个地方 只不过发觉最近有很多新面露 而且据说有人还带着情 闻言安浩面露担忧神色 这边的白影秀和崔千浩 卢闯入羊群的两头蒙 没多久身后已经躺满了一股小的 一个小弟吓得向远处跑去 被屋里出来的人一早踢飞了 这人正是九刀的李昌奎 崔千浩问其他人情况 李昌奎说自己趁乱跑错 并说其他人现在时刻都会有生命危险 让两人跟着他来 崔千浩想跟上却被白影秀制止了 他始终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此时先前跑的李昌奎 居然手持武器躲在拐角 两人冒着生命危险 闯入敌人老巢救人 被救之人却在拐角白负他们 只要白影秀露面就会被爆头 这是之前张科长承诺李昌奎的 只要干掉白影秀 他那边就会全力支持一会 重回昔日荣光 原先他也不信张科长的话 可是张科长一句话给拿捏了他 他才决定站在他这边 这边的白影秀也发觉了不对劲 准备利用速度穿过拐角 崔千浩一把抓住了他 说这里交给他来处理 问李昌奎为什么背叛他 说要跟他好好谈谈 李昌奎力声制止他 说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 想当年九刀一起打拼天下 才有了辉煌的一鹤时代 可是老会长死了之后 这位只应该由崔千浩大哥做 凭什么让李盛米那啥也不懂的小人做 而且现今的局面都是那家伙暴政的 崔千浩打断他继续说下去 混缰糊的就是一举无先 一日是一鹤的人 终生是一鹤的人 今日他的背叛不可饶恕 千浩大哥别这样 崔千浩让他别再叫自己大哥 崔千浩早已泪流满面了 看着崔千浩要过来 李昌奎激动地举起枪阻止 可是却忽略了身后的情况 白影秀忽然破疼而入 李昌奎想举枪回射 却被白影秀一把抓住了手臂 然后一刀从上而下斩下 随后李昌奎抱着手臂 发出凄烈的感觉 白影秀再次一个逼扫扫倒 李昌奎脑狠狠磕在地上 白影秀一把掐住了他脖子 我最痛恨的就是叛徒 说吧就准备了解他 铁幼鼠说自己可没有准备饭 不过自己还有一块档宝盘 问他要不要吃 顺蒙看面前的铁幼鼠 也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不知道他怎么穿过 从从守卫进来 铁幼鼠说自己是泰山慧的 顺蒙问九刀其他人怎么办 铁幼鼠让他别担心 一切都安排好了 而另外一边的安浩解决调中守卫 也顺利找到了九刀老八 问他是否还记得 自己却没有得到回应 看样子处于昏迷状态 安浩尝试叫醒他 张德背后的手中却握紧了枕刀 突然他身体暴湿而起 一刀斩向安浩的脖子 却被他灵活地躲开了 其实安浩早已心生警惕 对方虽然坐在椅子上 但是体型比记忆中的要小声一些 张德一把扯掉头上的人皮面具 原来是一直没有露面的幽灵 幽灵说刚才那一击 就连白影秀都没法躲开 安浩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不过既然提到了组本 这家伙肯定不能聊 眨眼间两人已经互工了十几招 幽灵露出病态的笑容 我可是干掉白影秀的幽灵 一个是曾经多次执行 潜伏任务的建议 一个是TH国政府 干些见不得人工作的客户 两人的战斗到底熟强熟弱 安浩首先发动了进攻 医手直接奔着对方咽喉刺去 幽灵躲过攻击的同时 也在判断对手实力 准确度速度都很优秀 不过相比白影秀还是差的 因为他已经找到安浩的弱点 刚准备有所行动 一领飞刀直射他面门 显之又显地躲过了这一击 脸颊已经挂了开 他才发现刚才安浩时 故意卖了破绽 就是为了隐藏这一手 想到这幽灵眼面大笑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另外一处的废弃仓库 李星国也找到了一处 九刀关押的地方 他觉得是轮到自己发挥的手 在面对绑大妖元的打手时 也温然不惧 呵斥对方好否不挡道 见对方不为所动 挥起一拳朝对方攻去 同时打手也续拳迎击 这时李星国却亮出了 我可是代表泰山会前来救你 另一边的白影秀正靠着车抽烟 他把空间都留给了崔千浩和叛徒李昌 车内崔千浩问他是否后悟 李昌奎却说早已经看清了局势 现在根本没有实力跟巨王会对考 只有交出泰山和少爷才会有一线身体 见到这时候李昌奎还执迷不 崔千浩一拳轰中他面对 然后一拳又是一拳地打在李昌奎身上 再继续胡言乱喉 信不信老子私论 李昌奎口鼻窜血淋来 一鹤早已经不是过去的一鹤 为什么要打一场注定要输的战略 崔千浩气得浑身颤抖 再次一拳向前轰水 这一次却是李昌奎身后的波 我们的战斗不是为了输赢 而是为了守护我们所珍惜的东西 此刻李昌奎泪流满面 用什么去守护 难道就用这么弱的拳头吗 突然白影秀拉开车门打断了两人 一脚踩下油门 车子窜了出去 崔千浩询问发生什么事 白影秀神情严肃 说觉得事情不对劲 必须要立刻赶得仓库 仓库这边两人的战斗已经到了白肉 在躲开安浩的鼻声之后 幽灵嘲讽他是否还要继续玩下去 自己可是要认真了 被攻速招之后 却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方 两人同时转身拉开了身份 这时幽灵心里震撼 对方居然跟自己的动作一模一样 安浩则悠闲地耍着手中的承拨 这正是幽灵藏在腰间的备用武器 这时候幽灵才确定 对方跟自己一样的身份 两人再次战斗在一起 熟悉对方招式的安浩处处压制幽灵 一时间幽灵身上已经多了不少伤口 幽灵却邪魅一笑 在安浩找刀再次刺来之时 幽灵徒手握住了刀刃 然后带着刀刃刺向安浩 同时左手的找刀也到了他面前 去死吧小鬼 有这么一支幽灵特别行动队 专门TH国政府处理见不得人的事 而曾经安浩就是幽灵行动队队 不仅拥有高超晋升格斗技巧 更是精通各种武器 戴号双臂 双臂告诉安浩只要绕他营运 他会给到足够多的火 同时左手摸进了抽屉里左边 看到安浩到了射击距离 大笑举枪就欲射击 去只见一道人迎上 眼中似乎看到一根丝线 接着左臂传来巨统 反应过来才发现左臂已经被整齐切了下来 安浩嘲讽他以后要改名独立 不过这次没打算要他的命 只是给他一个警告 出了门的安浩就被上级汇报的行动过程 而他的上级正是张科长 张科长对安浩的处理很不满 警告他不管接到的任务是什么 只要幽灵出手一定要斩草不断 高层可能不清楚幽灵的存在 但安浩一定要清楚自己绝负的意义 安浩表示明白 保证下次行动一定不留后悔 他就是在这种变态环境中平等 今天跟幽灵的战斗勾起了回应 幽灵以为自己可以拿捏安浩 殊不知他所有招式安浩都无比属性 更是晓得杀招和破绽在哪里 一击击扫扫倒幽灵 同时举起匕首就向幽灵刺去 幽灵急忙向左翼滚躲 可安浩的匕首贴着地面再次向他死 眼看躲不过去 只能拼着以伤换伤达 一脚踢向安浩的头 可似乎安浩早已撂倒 稳稳的双手截住了幽灵的腿 双刀一措鲜血飙射而出 幽灵急忙向后连退出 可是腿上也有一道恐怖的伤口 幽灵心有余悸 再迟一秒整条腿就没了 面前这人到底是什么怪物 似乎能预知到自己的动作 这时安浩尔卖礼传来声音 说那边仓库遇到了麻烦需要增援 安浩信心收起了武器 今天的玩耍到此为止 幽灵以往的骄傲在他面前宛如小丑 看着安浩离去的背影 只能嘴上骂着卧槽 十分钟前九刀众人都被找到了 李兴国背着受伤较重的马脸男 马脸男此刻呼吸微弱情况不妙 众人刚想休息片刻 一辆汽车大灯照了进来 正是此刻最不想见到的巨狼柳碧安 像臭老鼠一样关键了 那你们今天就把命权留下来 这边现在只有铁右鼠也战斗力 可是对方人数太多了 忽然从后面换出一道身体 利用车顶做跳板 如老鹰般的扑向柳碧安 几道细线缠绕住了他的脖子 我劝你站着别动 可是柳碧安还是本能地挥出一群 安浩落到他身后 脖子上的细线迅速威紧 安浩双手一用力 将柳碧安整个人背了起来 稍一用力他就会伸手易处 这个男人虽然没有博主帅 但是实力不容想去 就连干掉白道金的幽灵 都被他玩弄鼓掌之间 更是偷袭巨王会柳碧安化解中人危机 警告他千万别乱动 脖子被细丝缠绕的柳碧安本能喊击 安浩转身的同时 更多细丝缠绕着他的脖子 一脚踹在膝盖让他对写 然后双手往两边一拉 柳碧安的脸瞬间变成猪肝色 众小弟看老大陷入危险也不敢上前 安浩让铁右鼠带着九刀众人先离开 承诺等众人脱离危险会放到柳碧安 忽然一道人隐厂到安浩身后 正是久违露面的张科长 安浩不得已放开柳碧安才躲开这一击 反应倒是挺明明的 张科长黑黑一笑 安浩看到偷袭之人是他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剃刀朝张科长斩下去被轻飘飘的火 随后张科长膝盖直接撞在安浩护 这一下重击让安浩差了起 此时张科长也认出了安浩 没想到你命还真大了 不过你的出现也就证明了 泰山会老大是白颖袖子的帽子 随后一刀刺穿安浩的头掌 并警告九刀众人不要轻举妄理 这才是人质的正确用途 柳碧安从没有受过如此大的误误 通过去一脚踹向安浩 然后带着直斧的重拳随之砸下 这次我要把你的脸给砸了 安浩指的台币付出头部 打红眼的柳碧安再次一记重拳打下 安浩则顺势托起了手 然后一个反心 反而将柳碧安压在了身下 对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安浩又是裸脚控制住他 随后掏出找刀比在他脸上 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滑了下 以此来警告众人 他是真会杀了柳碧 听闻张科长却笑了 以这家伙来威胁我是行不动 身后小弟听到这话凶神恶杀的准备上去 安浩嘲讽张科长不懂当台 小弟可是会为了老大牺牲自责 既然要玩流氓的游戏 那就要遵守游戏的规定 感受到威胁的张科长无奈讽 安浩控制住柳碧安不敢有丝毫风险 直到张科长走远 九刀众人也同巷子退走 安浩邪魅一笑 这次就先饶你一命长毛管 下次定取你性命 脱离控制的柳碧安兽的巷后挥出一拳 可早已失去了安浩的功能 恨得咬牙切齿 发誓下次一定要把安浩错不扬灰 张科长说这次责任都在他身上 柳碧安面露疯狂 我正有一肚子火药发现 张科长也摆出了进攻姿势 另一边的白颖袖也接到了九刀众 马脸男情况不太好 要尽快送医院 随后安浩也平安归了 李昌奎看着重伤的马脸 心里无比自责 都是自己害的兄弟们这么惨 马脸男却没有怪他 要他向圣明少爷赔罪祈求原谅 李昌奎早已气不成声 十分钟后张科长点了一支烟 巨狼会老大的拳头就这么点力道 然后一把薅起了柳蒂安头发 软得跟坤坤一样 男哥说出来混拳评斗狠 兄弟多 讲义子 可李昌奎却为了利益出卖酒刀 致使几十年兄弟马脸男惨死 急气暴躁的红毛一拳轰在他脸上 嘴里骂骂咧咧 你这砸碎怎么还有脸回来的 崔千浩拦住他说够了 却被红毛一下子拍开 今天说什么也要清理这探 白颖袖坐在沙发上不动声色 看着这一幕 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眼神求助地看向白颖袖 白颖袖缓缓站起身 背叛可是重罪 罪轻也是三刀六斗 然后让李盛敏自己做指令 随后告诉在场九刀重罪 这可不是随便打几拳眼 个腐肉戏就能蒙混过关 随后拍了拍红毛肩膀 面无表情向外走去 他把空巅留给九刀重罪 李盛敏思绪万千 说到底都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无能 放在以往后既往不救 然后重新接纳李昌奎 可是现在发现过去的自己 真是愚蠢可笑 一鹤需要改变 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李昌奎对于害死兄弟 无比自责 甘愿领下所有得罚 看着李盛敏一步一步 走进眼镜巨 可是李盛敏却没有动他 谁让他大呼不及 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动手 李盛敏告诉他 一鹤的刀会砍在其他地方 不会沾染兄弟的先驱 哪怕是曾经的兄弟 不过曾经割袍断一夜 再见便是敌人 随后大步向外走 九刀其他人紧随其黄 此刻李昌奎被兄弟抛弃 抵杀了他还难受 李盛敏哀哀叹了口气 说得在冠冕堂皇 也掩饰不了自己的心 崔千昊却告诉他 越来越向往 是以仁义治理帮派 并坚定地说今后 他的判断和行动 就是一刻的方式 天台上的白影秀 看着夜色思绪万千 刚从盒子里 雕出一根棒棒糖 却发现找不着火 一只手递过来 一只嘴巴 正是九味露面的秀雅 白影秀开玩笑 没想到他也偷棒棒糖 这是你大哥的白影秀 文言白影秀动作一顿 白影秀 好久没人叫过自己真名了 为了报仇 一直以哥哥的身份行动 我时常在想 如果他在这里会说些什么 秀雅微微一笑 他一定会这样说 我愚蠢的弟弟 听到这话的白影秀 哈哈大笑 最像他那笨蛋老哥 说话的朋友 此时李盛敏和崔千昊 来到了天台 恭敬地归还了笔手 白影秀没有询问 结果是什么 这时崔千昊提出了 藏在心中很多的问题 就是白影秀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白影秀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开始反问崔千昊 在一鹤统治首尔黑道的时候 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崔千昊说没有具体统计 但也是天文数字 白影秀说这么大的利益 会让人演 H国政府准备清理地下组织 然后再重新分配利益 白影秀说等站在首尔顶 会把首尔交到一鹤手上 崔千昊不明白 他想得到什么 白影秀说只是跟张科长有交 也许是时候 让李盛敏他们见见老哥了 这样他就能做回自己了 这个猥琐中年男人 就是棒子国警戒一把手 他今天居然独闯黑道老巢 不过他不是来找麻烦的 而是应张科长之邀来谈合作 赵日天阴阳怪气说世道变了 小混混见了警察居然不害怕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 对面的刘碧安 你就是巨狼会的老大了 刘碧安刚准备介绍自己 赵日天的下一句话 让他脸碎到边 你脸上的这几条伤疤挺别致 刘碧安言语冰了 问要不要给他也弄紧 这时候张科长制止了 即将爆发的通统 警告赵日天请他来是谈合作 不是让他来这里耍威风的 赵日天忌惮张科长 指得咽下不快 三方这才开始商讨合作事宜 另外一边的墓园 李盛敏料理完马脸男的后世 看着黑白的照片陷入无尽的御伤 他从小就喜欢黏着马脸男玩耍 因为马脸男个子高 小时候的李盛敏总喜欢骑大马 还约定以后要长得比他还要高大 可是马脸男以后再也看不到 李盛敏留下悲伤的泪水 此时白颖秀正在外面等着他们 李盛敏收拾好心情走得过来 对于泰山会这次提供的帮助 两人深深聚了一躬表示感谢 如果不是泰山会 说不定酒刀会全军覆没 白颖秀接受了他们的感谢 不过也安慰他们不要太难 应该把悲伤化为例 因为他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随后说要介绍一个人比他们认识 说这段时间让鲍里斯负责保护李盛敏安全 临时编入酒刀代替马脸男位置 酒店内的柳碧安看着镜子中的自尊 脖子和脸上的伤口触目惊心 下午进攻泰山的提议被赵瑞通 因为一旦和泰山开战拼得两败俱伤 天雄贸易很有品欲翁得利 所以不妨和天雄先接触一下探探 这时候门外响起超门声 手下禀报天雄那边推迟了见面事件 这让柳碧安无比怀抱 不知道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另外一边的大灵洞的唐人街 白颖秀只身一人走进一家餐厅 老板询问吃什么被打光了 白颖秀说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找人 说罢地上明天让老板带个话给车针袖 老板笑呵呵说一定把话带走 突然抱起一斧头砍向白颖秀 白颖秀躲过的时候一把扭住了他胳膊 说自己跟车针袖是朋友 可是越来越多混混流的过来 也不听他解释直接就冰冷 白颖秀一脚踢向脚顶的邓 邓子抱起砸中艺人的膝盖 白颖秀承受一把薄住了他头 然后猛地砸向顶 如此伸手一下子镇射住重 突然一人排众而出 却是一个身材娇好的长发女子 瞬间消失在原地 高高跃起砍向白颖秀 白颖秀刚要向一边走 空中的刀突然脱出 女子左手接住掉落的刀横向一斩 居然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攻击轨迹 有点意思 这人就是江湖中令人闻风丧胆的天雄屠夫 汉城五大帮派互相制红才有和平 如今一鹤和泰山要对巨王会开战 又担心其他两个帮派鱼翁得利 于是白颖秀之身前往天雄谈判 却被天雄的人围攻 屠夫对于他能躲开自己攻击也有兴趣 就当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一声大喝吸引两人目光 车真秀起重重朝两人走来 屠夫安慰他别担心 自己很快就能解决白颖秀 却被车真秀一巴掌散在了脸上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 屠夫对此一言不乏 车真秀又问桌上的虎头是不是免戏的 言语冰冷问他是否忘记了曾经的誓言 以前打打杀杀死了很多兄弟 才有了今天和平安稳的局面 所以天雄的武器只有保护同伴时才可以挥出 车真秀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是短短几句话就稳住了局面 令刚才还怒气冲冲的众人冷定下来 这种手段说明车真秀不容想去 可是转头又是一部小女人神态 秉章地问白颖秀有没有受到 白颖秀开玩笑说姐姐再迟来一点 自己散命的快乐 办公室内屠夫依然不友善地看着白颖秀 白颖秀让他放松一点 之前都是误会人了 屠夫撇了撇子 反正自己不喜欢白颖秀这种贴旦 车真秀问白颖秀找自己有个目的 白颖秀开门见山说泰山即将对巨狼会动手 问他会站在哪一边 车真秀也很直接 说自己哪边都不站 天雄只会站在利益的一边 可是白颖秀不会允许和棒相争无翁得利的事情 他必须要在开战之前消除隐患 不需要天雄出手帮忙 只要按兵不动就行 这样泰山就不会对天雄出手 这种威胁的话语出 屠夫抱起把刀架在白颖秀脖子上 白颖秀也没有脖子 你他妈再把刀指向了试试 眼看局面即将失控 车真秀急忙出言阻止 如果要威胁你 我就不会一个人过来 白颖秀眼神冰冷 随后从口袋掏出一个戒指 看到这情况车真秀脑袋蒙圈了 这跳跃的也太厉害了 屠夫再次怒急 这家伙竟然敢调戏天雄老大 打开盒子一看却只是一个U盘 白颖秀说这个U盘 已包含了现军混乱局面的原因 让车真秀看完之后给自己拔 看着离开的白颖秀陷入了沉默 屠夫问他打算怎么办 车真秀也没决定好 屠夫告诉他作为老大 必须要给他一个决定 没想到车真秀顿时泪眼 哭着说自己不适合当老大 自己一点也不够强大 屠夫一把推开了他 别给老子弄这死竹 看到车真秀还是梨花带眼 无奈地说无论如何 自己不会站在他这边 车真秀这才喜笑言开 晚上一间烧烤店内 一名天雄的人正在吹嘘 砍泰山老大的牛逼事件 突然一辆汽车直接撞进店里 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 从车上下来一群蒙面撞海 更多的车辆从远处包围过来 这些人虽然蒙面 但都佩戴泰山徽章 围着天雄的人就是一顿胖狗 嘴里还喊 这就是你们对我们泰山老大不定的想法 忽然金冠雄从远处走 电话中跟白颖秀汇报这里是 白颖秀黑黑一笑 想栽赃我们泰山会 那就让他们见见真正泰山的朋友 金冠雄活动身上的金骨 这么想加入泰山会 要不要给你们发个真正的徽章啊 汉城地下世界平衡被打破 为了防止开战之后被天雄一翁得利 白颖秀找到天雄老大谈合作 可是当晚天雄小弟就被泰山的人袭击了 这让天雄屠夫怒不可恶 直言泰山根本不可恶 早就应该一刀宰了白颖秀 车真秀让他冷静一些 如果真是泰山的人袭击的 怎么可能明目张胆带着泰山徽章 况且泰山的金冠雄也出面 扶指骚乱 这一切发生的都太蹊跷了 车真秀认为有人恶意挑起天雄和泰山的毛巾 屠夫却觉得是泰山自动自言的可用性 但是现在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车真秀最终的态度是什么 这一下子又把问题抛给了车真秀 这让他无比为难 眼看他毅然优柔管断 屠夫怒气冲冲说要按自己方式行动 无奈的车真秀说要寻找王先生帮忙 屠夫听到这个名字也很惊讶 提醒他这人可是不稳定音符 另外一边的白颖秀也来到出事的烧银 他想寻找有没有线索能判断袭击之人的身份 现场遗留的武器上有很多绝对 应该是经常使用的 但是不是军队使用的武器 看来不是张科长手下 车里的一张纸币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龙国使用的货物 难道是龙国的组织袭击了天雄 所以打电话给李盛宁询问 天雄贸易是否和龙国组织有矛盾 李盛宁说会调查一下给打火 白颖秀刚想点跟华子放松一些 却发现打火机没有油 这时一个陌生人递过来一动 这人介绍自己叫王友才 是在旁边开货币兑换商店的 售车针锈索托来打扫一下现场 在得知白颖秀是泰山老大之后 态度很是恭敬地拘了一躬 白颖秀嘴上说着不要客气 心里却对这人暗声警惕 这家伙走在满是玻璃渣的地面 毫不在意 好像这种是司空见惯一样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 白颖秀说自己还想找找现场 让王友才暂时不要清理现场 王友才爽快地答应走向一遍 白颖秀暗自思考这人的真正目的 还有他是否和袭击之人有关系 给李盛宁发了一条信息 询问是否有王友才的资料 王友才说自己因为做货币交易 所以能打听到很多消息 以他对白道经的了解 白道经最喜欢抽的是红河万口 听到这话的白颖秀心里咯噔一下 解释自己想换换口了 可是王友才继续说的 作为一个烟瘾很大的人来说 怎么打火机没有流都不知道 你看起来像第一次抽烟一样 这王友才紧靠着一点细节 就怀疑白颖秀的身体 这点让白颖秀暗暗心惊 王友才不动声色地拿起一片碎玻璃 让我看看你的秘密 说吧高高跃起冲向白颖秀 另一边的李盛敏 向崔千浩问起王友才对 崔千浩起初在回忆什么 猛然间脸色大变 说这家伙表面是货币伤人 也是信息犯 真实身份是黑龙汇首领 15年前外来帮派抢博地盘 也发混乱 也是导致李盛敏爷爷陨落的一半 说到这崔千浩因为愤怒手 控制不住产 而李盛敏听完之后脸色大变 这边的王友才的攻击 瞬间来到面前 不过白颖秀早有逼风 王友才左手藏着的铁钉 划破了白颖秀面前 白颖秀问他到底是谁 伸手不像一度普通商人 网友才没有回答 反而问他是否是真的白道歉 通过刚才的几招 白颖秀已经知道面前这人实力良好 可以利用周边的一切事物到有期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白颖秀示意暂停一下 原来是李盛敏发过来的网友才信息 并嘱咐白颖秀别一个人和他发生冲突 网友才以为他想逃跑 白颖秀黑黑一笑 让我掂量掂量黑龙汇的实力吧 双方摆好架势再次战斗到一起 表面是个开店的醒猫板 实际却是黑龙汇的老爸 曾以一己之力瓦解了当时最大的组织一会 如今又偷袭了泰山的白颖秀 而且从一些细节就推测白颖秀冒充过 对于白颖秀的解释也毫不在意 他有信心把这个满身秘密的人领下 白颖秀对他早有提防 虽然对方表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不过自己也丝毫不关 两人不再废话迅速站在一起 网友才朝白颖秀扔手公案起 白颖秀知道这只是隐藏杀招的前手 冷静的一刀斩向对方必救之处 网友才却没有躲闪 直接一拳硬当刀刃 反而将白颖秀的匕首直接震飞了 然后反手接住匕首向白颖秀刺来 白颖秀只得举臂格斗 刀刃正好砍在了手表上 踩一抬手臂又将网友才匕首震 然后右手接过匕首 一刀划伤网友才的手臂 两人一看就是永结无间震刀高手 第一波交手两人都试探差不多 接下来的战斗才更加凶险 网友才躲过白颖秀的横转 想要攻击却被白颖秀阁打开 匕首在白颖秀手中调整方形 想要扎向网友才的脖子 网友才架着匕首膝盖同时洗脑 整个身体如同婆罗一样旋转 然后重重一脚踹中白颖秀 白颖秀却没有后退半个 反而一刀劈退对方 网友才想让后退躲开 却发现脚被白颖秀扮住 失去重心整个人向后倒去 他的运气也是够好 正好摔倒在车里 白颖秀想要趁机扑上去解决 网友才用力一关车门阻止 等他再次拉开车门 发现已经失去了对方功能 正当他寻找网友台的时候 网友才不知道从哪摸出一根钢板 剔头朝白颖秀砸去 匆忙之下只得举起匕首额巴 强大的力道直接把匕首砸出猎脸 互相攻击几招之后 白颖秀的匕首彻底断为两点 另一边一女子整理了自己的头发 然后带着一众小弟离开了天雪 他越想越气 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屠夫挠火车针秀总是优柔广论 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摧毁太神 而这边的车针秀也是很苦恼 忽然门外响起敲门声 原来是在这附近开杂货店的老者 车针秀对老者很尊重邀请对方过去 因为老者是一路见证天雄成长的 也提供过很多帮助 当被问到屠夫的时候 车针秀露出难受表情 说自己和他意见出现分歧 文言老者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网友财和屠夫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不过对于屠夫的忠心表示怀疑 毕竟不受控制的武器也会伤到自己 听到这话的车针秀陷入了沉思 离开了办公室的老者拨通了一个电话 告诉对方屠夫离开了车针秀 而跟他联系的正式巨王有必安 两人都认为现在正式摧毁天雄的好时机 老者朝窗外挥手刀 外面一群人正式之前冒充泰山的神秘人 今天车针秀将会死在泰山的袭击之下 若是当机立断心狠手辣才能成为一代销索 车针秀虽然外表刚强 内心却优柔寡断 之所以能成为一方大了 完全是背后有屠夫的无条件支持 然而两人因为对待泰山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屠夫执意要用暴力的方式报复泰山 车针秀一直打电话想阻止事态的发展 然而对方一直不接他的变化 没办法只有亲自前往泰山掌声 他觉得事情的发展太过蹊跷了 如果袭击天雄的人是泰山 那白颖秀没必要把张科整的计划透露给自己 他必须赶在泰山阻止屠夫 防止出现不可往迭的局限 当他们刚出了基地就被一群人给拦住 来人轻一色蒙面带着泰山徽章 说天雄怠慢了泰山老爸 今天就是要来收拾天雄了 不过看在车针秀样貌不错的部分 只要伺候好兄弟们就可以摇太宁 此番侮辱的言语让天雄的人顿时报 一人质问他们算什么东西 身后的长发男头洗得水 突然的被判让车针秀不可执行 长发男威胁他交出天雄的控制权 其余多名天雄小弟也被控制住 一瞬间车针秀几人陷入了绝境 另外一边的白颖秀和王友才的战斗人在继续 王友才的攻击游刃银 还挑衅白颖秀很喜欢那把扩刀 白颖秀瞄了一眼手中的断刀 侧身躲开王友才的攻击 却见他手中的钢管突然脱手 白颖秀按声警惕 王友才左手接过钢管改变了攻击的骨极 白颖秀举臂挡下这一击 这种攻击方式让他想起了头 王友才对于他能躲开自己变轨攻击也很难 以前很多对手都伤在了他这一招上 不过他还是有信心干掉白颖秀了 因为他现在占据了全面优势 反观白颖秀脸上没有丝毫的金光 默默地把断刃收回腰间 然后重新抽出一把新的鼻手 这是他以前特勤的时候使用的骨气 从现在开始他要用白颖秀方式战斗 快速的一刀斩向王友才 王友才刚挡开这一击 白颖秀的攻击再次来到 忽然的加速让王友才疲于招架 刚挡下匕首的攻击 却被白颖秀一膝盖顶翻了 还不等缓过来 白颖秀再次持刀攻来 一瞬从高光剑影翻飞 他找到空挡响伞击 却被白颖秀狠狠撞了他 身体踉跄向后退去 白颖秀伸出脚半跌了他 王友才重重地摔在地上 白颖秀举刀就准备了点 这边的车真秀陷入危机 多亏小弟们勇敢附在他身前 车真秀连忙向后方跑去 阳台上的断手老准冷冷地 看着场中的混乱 无论如何今天车真秀都要消失 车真秀在小弟们护送下 暂时来到安全地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备抬 现在最希望的是屠夫会在自己身边 而屠夫已经杀到了泰山左 面对泰山众多守卫毫无巨绝 车真秀躲在房间试试 一遍遍呼唤屠夫的名 希望他赶快回来 突然门外响起超门伤 来人正是白影秀 现在就要车真秀的一个态度 是继续站在他的对立面直到毁灭 还是要跟他一起破开这个局面 现在就给一个答案吧 我喜欢听你们像屠宰场的猪一样 所以你们可以叫我屠夫 半个小时前屠夫带人去泰山报仇 一路上都在暴恋车真秀优柔广断 十年前H国最大势力一鹤被拉走 为了分得一杯跟各方势力纯纯一步 其中有北桃显的瑞昌华 灰色产业的郭长军 还有黑龙会的王友才 王友才提议三方势力合作建立新组织 但是谁当老大是个难题 王友才再次提议由原千雄贸易会长你们来当 其他人背后辅助利益军摊 其实说白了车真秀只是一个陪雷 如今扑长军的野心日益这么大 派人冒充泰山的人袭击天雄跑起矛盾 准备趁徒夫离开大本一半掉车真秀 没想到最后关头白颖秀出手 他现在要车真秀明确地表明立场 看清事实的车真秀不再有意 当他看到走完横七竖八躺着的人还是吃惊不已 而面前这三人却依然灵感更轻 悟悟地想这些了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打电话给屠夫制止他 一旁受伤的家伙让他别费力气 离开主人的狗活不久 这话让车真秀大点滚滚 这边的屠夫依然纷纷不平 一旁的小弟碍于他的威名都不敢处他没头 屠夫斥责他们为什么非要和他挤在一起 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到泰山 小弟们唯唯诺诺解释后面的车辆也不忙 司机也安慰在忍耐一会儿 可是屠夫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车子一直在绕着弄圈 两行的小弟一改刚才的怯懦扣住了屠夫的胳膊 住驾驶的人一拳轰中了他的面 早就想揍你这么臭皮的人 屠夫却笑出了声 让他们最好抓紧 不然你们全都得死 司机让他别白费力气 却被屠夫从后面一拳 车辆瞬间失控 光头想去回方向 失去束缚的屠夫猛的发力 两个小弟的头轰的撞在了一脚 车辆失控就 后面的车辆也停了下来 一只脚踹开了车门 从车中跳了出来 屠夫脆了口兔目 差点阴沟里翻船了 后面车辆的人纷纷下车 手持武器站在了他面前 一人大喊只是一个表格而已 没必要害怕 然后带头冲了过来 却被屠夫一脚蹬在了人上 另外一人拿着斧头砍了过来 屠夫转头劈向这人 高声声地卡在斧头 又有一人趁机拿刀刺了过来 屠夫把这人蹬开阻止的攻击 然后挥起一刀猛地踢下 胳膊从这人身上飞了出去 来不及惨叫身上又挨了无数刀 屠夫抓起另一人的胳膊 一刀将之泄掉 其他人已经被这一幕吓破了 面对挥起的刀想跑途去发了 看到如此血腥的银 剩下的人吓得不敢上街 即使人数站多也失去了斗志 准备驾车逃跑 一柄刀从天儿将卡在了车门处 这人吓得满头大汗 却听一个如同地狱传来的声音 猜猜别人为什么叫我屠夫 经常混黑道的朋友们应该清楚 最安全的办法是藏于幕后培养一对回忆 网友才苦心经营十年才有了如今的天雄 可是断手老者却想不想承认 如果没有泰山的横插一点 如今的天雄早已是断手老者王军之一 这让网友才的脸色无比阴全 老者为保活命透露幕后黑手是难逞选政 并且希望看在多年好友的份上摇自己一次 网友才一言不发地扶起他 忽然手掌用力直接捏碎老者的手指 这也不是你背叛我的理由 说罢缓缓捡起地上的笔手 只要那个人还在 天雄就不会轻易倒下 老者急忙出言求饶 可是网友才的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而且天雄只能数落 一周之后的天雄老巢内 安浩对现场状况一点郁闷 明明泰山帮助了天雄 可这些家伙却是一副随时捅人的表情 金关雄说天雄内部现在很混乱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谁是敌人 而房间里白影秀和网友才分作两策 网友才解释老大临时有事 他现在可以全权代表天雄 可真实情况是车真秀被他给软禁起来 白影秀却是毫不意乱 他直接道出了网友才才是真正的幕后 网友才也没否认 直言喜欢和聪明人打妖的 随后就是这个谈判的目标 他希望天雄和泰山合作 以此来对抗南朝鲜政府的扫黑计划 白影秀没有给出明确打 反而说之前差点被他干掉 网友才打了个哈哈 让他别这么小气 突然天空稀里里吓起了眼 一人突然出现在场中 正是全身鲜血的天雄屠夫 小弟解释白影秀和网友 才在屋内谈事情 屠夫没有停止脚步 却被一人拦住去了 金关雄告诉他禁止入面 屠夫却直接亮出了武器 说这里不是他撒野的变化 金关雄说今天泰山 可是带着诚意来谈判 可是屠夫对他的回答根本不明白 双方人员顿时剑拔弩张 眼见一场火拼在所难免 安浩却出言让他进去 还嘲讽屠夫除了大喊大叫 什么屌本事都没有 闻言屠夫大怒朝他冲击 匕首擦着安浩面门刺来 警告在废话就割了他舌头 安浩却毫无一句话 因为他的匕首已经抵在了屠夫部 屠夫正要发作的时候 网友才和白影秀并肩走了出来 屠夫恨恨地说下刺扰不了安浩 网友才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屠夫并没有回答他 白影秀这时带着众人离开 这时候屠夫才告诉他 车真秀失踪了 回泰山的路 安浩不明白 为什么要帮这群白眼 白影秀告诉他是 位找出幕后的黑手 现在至少知道了 他们背后也是南朝鲜正乌 而车真秀只不过是他们的傀儡 安浩说 当着本人的面这样说太直接了 车真秀赫然出现在车中 原来是白影秀和网友才谈判的 悄悄地安排了铁右手 做出了车真秀 白影秀欢迎他加入泰山 而在天雄老巢那网友才暴怒欲狂 现场遗留的巧克力泰的包装纸 让他认出的是白影秀身边那个少年所谓 泰山真的是欺人太甚了 这个女生七夕节却过得胆算心惊的 因为有神经病追他追到了校园 而堵他的人却也是个女生 更是扬言在堵着他就死定了 吓得一旁的同学要报警 女生却让同学先离开 同学不放心要他有事电话联系 这个女生就是十年前的车真秀 是天雄的老大 也是黑龙会推出来的陪伦 而屠夫既是监视也负责他的安全 一旦被其他帮派绑 却胳膊扫腿是常有的事 车真秀被对话给吓到了 说以后会乖乖听他的话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时间回到现在 屠夫被网友才叫到办公室 告诉他车真秀是被泰山的人绑 必在谈判的时候占据主动 既然这样的话 那黑龙会就需要从幕后走到台前了 最重要的是天雄 至于其他的都无所谓 如果事情真到了不可往回的地步 那车真秀就该发挥他的价值了 屠夫没有明白网友才的意思 司机提醒已经到达泰山了 屠夫命令直接进入地下停车场 他们要从下道场摧毁泰山 四五辆车即使进停车场 一群手拿武器的人鱼过而出 一阵灯光射向屠夫撞过 白影秀带着泰山众人早已等过多时 屠夫也知道被埋伏 大骂一声国粹就朝白影秀冲过去 还质问车真秀在哪里 白影秀把一副太阳镜扔给他 他也认出了这是车真秀的武器 白影秀警告他在冲动 就不能保证车真秀的安全 屠夫虽然愤怒但也无可能 随后命令手下扔下武器 自己也扔掉了跟随自己多年的武器 白影秀这才满意的露出危险 随后让他跟着自己跑 此时的车真秀正站在窗户边发呆 白影秀说有个老熟人要见他 随后屠夫走了进来 一见到车真秀就质问他为什么不小心 还被泰山的家伙绑架了 车真秀却说没有人绑架他 他是自愿到泰山来的 这话让屠夫不明所谓 车真秀说自己在天穷待不下去 自己害怕的全身发抖 那些曾经信任的同伴看自己的眼神 为了利益可以随便向自己挥动土刀 屠夫说已经干掉那些背叛人 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他 可是车真秀却说自己不知道能相信谁 甚至分辨不出他屠夫是不是来杀自己 文言屠夫愣了一下 随后一把掐住了车真秀脖子 那你就去死吧 然后黑龙会控制天穷孔而战举南朝鲜飞倒 金冠雄想上前被白影秀制止 屠夫突然松开了手 一把抱住了车真秀 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谁啊 只要有我在就能护你周全 不管对方是谁 因为我是天穷的屠夫 而你是天穷的老大 另一边的网友才一直打屠夫电话的感动 气得一把将手机拍在桌上 而在他旁边坐着的赫然是巨王会的柳笛案 另外一人正是许久未出现的张科长 网友谈说不久前天穷被泰山袭击了 而且老大还被泰山绑走 询问两人是否有医院合作 张科长笑信息站起身 说会全力支持他进攻泰山 但在之前 需要共享一下泰山双胞胎的信息吧 本时双胞胎命运却不尽相逢 弟弟从了炮泰国的政府特勤 哥哥却是黑到头目 白道经为保护弟弟甘愿赴死 白颖秀为报仇伪装成哥哥控罪了泰山 而这段秘密却被两人所猜到 初次听闻这消息的柳笛案也是正经 原来一直跟他们作对的原来不是感动精 可是这一切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不管是哥哥还是弟弟 一刀子捅军去照样是个死人 张科长却说只要把这个消息放出去 有人会帮忙收拾泰山的 说罢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拍在桌子上 这人会成为摧毁泰山最强大的力量 而在泰山左座内 即使听了车针秀叙述的事情进度 屠夫依然不为所动 扬言只有赢了他事情才算了解 白颖秀自信满满地跌下来的战战 见识过白颖秀实力的车针秀十分担心 白颖秀却让他放心 说罢扔掉自己的武器 会对屠夫手下留情的 如此狂妄让屠夫暴命欲疼 挥舞的一击被白颖秀灵活地躲在 再次的下皮依然没有揍下 这些攻击套路跟王浩的影 白颖秀早已经摸清了对方的脖子 抓住了屠夫攻击的电影 身体猛地前冲 力掌击中了屠夫的下方 屠夫也是强悍硬生生稳住身体 刚想进行反击 一只拳头来到了他的面前 只不过拳头没有继续攻击 你从小被王浩和黑龙会收眼 会为了保护车针秀而背叛黑龙会 白颖秀的话让他骗个视线 不过随即斩钉截铁地坐 自从踏上抛蔡博那样 自己只为保护车针秀了 无论是谁挡在面前 都会是自己的敌 黑龙会也无例外 白颖秀感受到了屠夫的决心 迎着他下批的刀一拳轰出 直接将武器给击飞了 失去武器的屠夫开始拳脚攻击 一击高鞭腿直接轰在白颖秀头部 就在他以为结束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脚被白颖秀抓在手上 然后一击横扫扫倒屠夫 七身压在屠夫身上 挥起拳头告诉他 泰山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此刻在仁川一家医院 一辆车停在门口 秀雅早已等候多时 他等的人正是李盛敏和崔千豪 这是之前白颖秀答应让他们见的神秘 跟随秀雅从内部通道来到六楼一间病房 随着指纹解锁成功 房门缓缓打开 李盛敏还是有点坦白 这不连后面到底是谁 当他看清躺在床上之人后大为震惊 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盗精现在明明还在手耳 可是躺在他面前的这人却跟白盗精一不一样 秀雅跟他们解释了所有事情 之所以跟他们坦白这些 是因为在白盗精醒来之前 不能让人怀疑弊党生 随后从文件夹拿出一张照片 居然和张科长的照片是同一位 这人就是霓虹国的大山家族的人 泰山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 才在手耳站门着 但是如果让小山龟儿子知道白盗精是假冒 那泰山就会迎来疯狂的报复 而秀雅都知道的是 他口中的小山龟儿子 此时已经来到泡菜里 此行的目的就是查出关于泰山的谣言 他们绝不允许有人把他们当猴子说 白盗精里到底在哪里呢 表面上是霓虹国的跨国贸易公司 实际上却是地下最大的黑市 泰山就是他们在泡菜国的下属准之 这天在他们自己的六本目酒店 一个客人慌忙找到警察报道 说听到酒店顶楼传来惨诞 还看到一群拿着高的飞翼人 两名警察连忙跟着客人前去查看 可是老警察的脸色却是不对劲 突然年轻警察举枪指散一群人 命令他们立刻放下武器 两人却不为所动 杜崽子是在跟谁说话 旁边的老警察连忙劝他不要重任 并告诉他对方是大山人 松田似乎没有听见老警察的话 直接鸣枪示警了 老警察大声施责他不要连累他 什么事啊 这么吵 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出现在场中 看到是警察后丝毫没有慌张 反而质问是不是他们开的枪 说吧拖着刀走向警察 老警察见状连忙解释 说是有人报警才过来查看一遍 不知道山先生有在此 小山归儿子因客测地笑道 配合警察办案是公民的意义 既然如此就跟我来吧 松田不满的抱怨为什么要向黑势力低头 老警察警告他想活命就闭嘴 再跟着龟儿子走进房间 修罗地狱般的场景直接下尿了两个 一群人横七竖八躺在血泊中没了呼吸 龟儿子说会跟他们上司打招呼 不过今天也要向他们道歉 他们酒店就是服务行业的 居然因为这点小事惹得刻骨投诉 以后会多加注意 如此轻描淡写的话让松田大为震惊 你在开玩笑吗 杀人被你说得这么随意吗 小山龟儿子瞄了一眼松田 然后静止走向他 年轻人不要瞎说话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的 我只是在家里 攒了几只不听话的狗 强大的气场震慑住了松田 这时候一旁的电话响了嘴 电话那头说炮蔡博的泰山出问题 当听到白岛金好像死掉的时候 大为是惊 那可是他一个头科在地上的结拜兄弟 泰山这边李盛敏收到了 小山龟儿子要来的消息 由他和崔千浩两人前去迎接 他们知道绝对不能让白颖秀的身份保护 不然小山集团那边不会善罢干净了 中午的时候小山龟儿子一行人出了机场 李盛敏两人早已等候拨使 看到对方立马恭敬的鞠躬宁街 可一行人却无视了 我不认识什么狗屁会员 叫白道经过了 看到少爷被人这么轻视 崔千浩也是怒急 说真是一群没有礼貌的家伙 李盛敏没有说话依然抢过了行 姿态放得非常的低 说泰山肯定不比大山 自己只是过来尽地主之意释放大山 小山龟儿子轻蔑一响 一个会长的尾巴却摇得跟狗一样 李盛敏毫不在意对方的仇 与一鹤的崛起相对 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小山龟儿子似乎很享受这种尚未来的姿态 可是那个老头好像并不是很服气的样子 阿信 交下老头吕树 话音刚落 一把斧头直披向崔千浩 阿信如猎豹般的扑醒 脸上露出猎杀的笑容 几个回合崔千浩身上已经挂赶 李盛敏刚想要有所动力 龟儿子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 所以白道军人到底在哪里 此时崔千浩已经被逼得无路可退 一拳打掉对方的攻势 随后挥起拳头轰向阿信 可是手腕却被阿信给抓住了 去死吧 老家伙 惊险的一幕吓得李盛敏大声叫喊 突然一只大手按住了阿信 狠狠地砸在车窗玻璃上 出手的人正式赶来的白影秀 阿信挥起斧头砍向白影秀大口 被白影秀反手抓住手腕 然后再次揪起阿信的头发 朝着车窗玻璃再次抓住 随着轰的一声阿信被解决掉 随后才转向小山龟儿子对着他说道 大哥你是被老爷子骂了吗 这么大的火气啊 不过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说 现在是在泰山的地盘上 是龙爷得给我老是盘着 双胞胎哥哥被人砍死 卫报说弟弟冒充哥哥成了黑到老大 这引起了上游组织大山集团的怀疑 不然小山龟儿子也不会亲自来泡菜国去 白影秀猜测这是张科长透露出去的消息 自从仓库一战之后他变得安好 可能已经怀疑白影秀的身份 以防出现更多的变数 那只能减少与小山龟儿子接触的机会 可是白影秀最终还是出手了 不然崔千浩可能就被阿信给贴了 解决阿信之后告诉小山龟儿子 这里可是自己的地盘 虽然是自己结拜大哥 也得守规矩 而小山龟儿子看着面前的白影秀 跟自己认识的白道经一模一样的脸 黄旺的说话方式也是一样 可是还是哪里感觉的对劲 突然身后的黄毛身形一动 猛地踏足向前 一刀刺向白影秀脖子 白影秀从资料里认出这人叫山崎龟儿子 是大山集团的杀手 不过这应该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白影秀一把抓住龙儿的手 你也太不尊重前辈了 可是龙儿没有搭理他 依然发动凌冽的攻势 突然白影秀瞄了一眼一旁的小山龟儿子 也许对方在怀疑自己的身份 所以在以这种方式试探自己 那自己就不能用这把匕首还击 想到这放下拔出匕首的时候 突然一道白影冲到两人中间 安浩一把打下龙河的攻击 半身请拿住对方的肩关节 然后一脚踹在对方的膝盖上 只一瞬间就控制住了龙河 安浩笑嘻嘻说想对付老大 先要过了故事的一关 小山龟儿子饶有兴趣打拟着安浩 没想到白道经身边还有这种高手 这时一边的阿信同昏迷中心 一脸凝笑地盯着白影秀 突然一个铁塔般的身影打散了他面 他认出来这是泰山的夜叉金关水 他捡起地上的斧头恶狠狠冰的 这边的情况吸引了安浩的距离 本带被限制的龙河一刀刺向安浩 安浩显知又显躲开致命一击 可是脸上依然挂倒了 龙河为了挣脱束缚 居然扭断了自己的胳膊 然后又面不白色地接上颇旧的肩膀 恢复行动的龙河刚要有所动作 小山龟儿子制止了他 告诉白影秀只是开个玩笑了 是因为好久没见到兄弟 难道有点陌生 白影秀一把拍开他的手 表示这个玩笑一点不好笑 小山龟儿子也不在意 笑着问白影秀要我去华 白影秀掏出华子地里 并亲手准备给他点上 乃至小山突然笑着说道 其实我不抽烟的 这话让白影秀心里一惊 龟儿子继续说道 没想到这打火机在你身上 可是真正的白道经 绝对不会在我面前拿出这个打火机 那么你到底是谁啊 没等白影秀说话 龟儿子夸他跟白道经真的很想 临走忽然向李圣明伸出了手 李圣明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茫然地伸出了手 乃至龟儿子一把拽过他的手 拉着他急步向一边走去 然后把他的手按在了引擎盖上 抽出融合递过来的笔水 一刀窃下了李圣明的小指 场中顿时响起了他的惨叫 突然的一幕让众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才像真正的老大妈 切过手指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小指头是最疼的 变态的霓虹国人 就喜欢没事切手指 不过这次居然对 泰山明面上的会长出手 并且嚣张地拿起断指说是见面的 白影秀面露寒霜 一旁的安浩纯纯一步 说只要一分钟就可以取下对方手机 所以千浩更是目自欲略 不管不顾就要冲上前拼命 却被李圣明开口扶指了 然后忍受着断指巨头 居然还向对方鞠躬行 这样都能忍让小山龟儿露出玩味的效果 没想到你还是个倾体 我相信很快会再见面的 当然还有假的白道经 小山龟儿子走后 李圣明疼得满头大汗 白影秀目光冰冷 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计划 而车上的小山龟儿子 拨打了一通电话 那头告诉他一切都在暗计上行事 所有事情他也都不清楚 不过和自己掌握的情况有些区别 第一个就是白道经有个一个双胞胎兄弟 小山龟儿子恍然大悟 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四眼继续说第二个情况就是一鹤瓦奖 目前首尔的陛下势力非常混云 其中最大的就是 泰山和天雄巨王联合的两股地 想要牵制他们的第三方势力 向大山透露的消息 小山龟儿子听完黑黑一响 游戏真是越来越有趣 这么短时间内 就能调查到这么多有用的信息 不愧是大山的狗头军师 此刻在天雄的老堂内 王浩他们已经收到了风声 大山集团和泰山之间发生了摩擦 断手老准认为上次泰山搅局才倒退败 这次要把握机会趁他避免他们 于是召集手下准备对泰山前面开战 王浩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你啊你啊 之所以一把营记还一事无成 就是因为做事太过急躁 你难道没听过中国一句古话叫做坐山光鼓动吗 与此同时泰山总部内 秀雅收到一份文件 全是目前针对泰山的调查报告 这也意味着大山已经了解了一切 并且与之一同送过来的 还有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合 秀雅一打开却是面色巨变 里面居然放着一根钻纸 所以千号认出这根钻纸主人正是自己少爷 整个人如同野兽般发出咆哮 老子要活拐了这群杂色 怒吼响彻整个泰山 而在一个医院内 白颖秀静静地坐在哥哥病床前 没想到所有的努力 居然因为一个打火机暴露 因为是双胞胎 总以为自己可以完美地成为 哥哥所用的泰山 没想到最后功亏愉快 突然白颖秀眼神里 把打火机交还给白道金 过得起 哥哥 从现在开始我要过回自己 眼睛瞄向一旁的背包 除了病毒安耗早已等过多时 似乎早知道白颖秀的想法 一句话没说拉了拉帽延就跟了上去 兄弟就是无条件支持对方的任何决定 哪怕面对的是刀山火海在所不息 这次就先拿小山来开刀吧 泰山在首尔地下势力占据半壁江山 然而压在他们身上 还有另外一座大山 那就是曾经援助他们的 尼洪国势力大山 泰山就是大山在邦导国的分布 所以在他们面前都是地理 就连一向高傲的金冠雪 在他们面前也是放低了自贪 小山龟儿子对这些十分能 他俨然已经把自己当作这里走 开口询问李盛敏手指还好吧 李盛敏说这是招待不周而得到的惩罚 小山龟儿子让他不要拒紧 有什么就说什么 李盛敏告诉他 泰山现在是一赫的下属主子 不会让任何人打他心思 话还没说完就被小山龟儿子打断了 告诉他可以继续做会员 而且是真正的实际掌控泰山 李盛敏过恶 不明白对方说这话的意义 小山龟儿子表示已经了解 现在首尔混乱了 自己本身对首尔不感兴趣 只是想给大山打响一些名声 所以不介意帮助李盛敏 甚至可以让他成为首尔新的王 这个提议让李盛敏心里搬江倒海 他所有的努力不就是重铸一赫的荣光吗 不过思考一会他就冷静了些 直言统一首尔没有小山想那么紧 小山龟儿子似乎听到了什么笑话 这是对于李盛敏等人来说很难 可是对于大山集团来说 却是姓首年来 随后问他有没有听过大山的传说 大山有个吃人的家伙叫光 曾经敌对势力偷袭他 被他以一己之力全部击杀 十多具尸体听不出一句完整的 与此同时的李星国正惊恐 看着面前的人 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变态的家 手下的手指都被他残忍地剁了去 然后就这么生生地嚼碎蹲了下去 宛如从地狱走出来的恶魔 李星国已经被吓破了 对方砍过来的虎猴都没有力气多深 虽然大门被人踹砍 两人同时看向闯进来的白颖袖 这不就是泰山老大白道金 不对 你是假的白道金 不过无所谓了 你来得正好 还省着自己要去找你 小崽子 给我上去剁了那 一名小弟紧了紧手中的匕首 然后快速朝白颖袖刺去 白颖袖一把擒注对方关键 然后扭转匕首 淘他自己脖子用力一回 一声惨叫从这人身上发出 瞬间的秒杀让众人也是惊讶 片刻之后纷纷冲向白颖袖 白颖袖拔出匕首朝前一人 匕首静止插入一名小弟的门 剩下的小弟发动攻击 被白颖袖一肘击在面门上 只一击就让对方轰然倒地昏死过去 忽然一柄斧头贴着白颖袖面颊 白颖袖弯腰躲开攻击的鼓势 迅速拔出尸体上的匕首拉开距离 光谷鸣笑着冲向前 白颖袖也做好了防御步 他早从资料里认出此人的来 力量很强可是敏捷不够 光谷疯狂的攻击根本沾不到白颖袖分 白颖袖一边退一边寻找对方的破坏 眼看对方再次斧头劈下 就是现在 一手拖住对方下批的狗 另外一只手持匕首狠狠捆进了他的腹 光谷痛得轻筋抱起 反手一斧头横斩 白颖袖再次下前身体同时 匕首向另外一边腹 然后猛的一拳击中光谷下 不带他有任何喘息机会 白颖袖的攻击再次来打 双方一触击分 光谷腹部标射出大片鲜血 再也支撑不住半跪在地上 他面色骇然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跟印象中的白盗金攻击方式完全不一样 所有人都低伏了这个男人的真正实力 曾经单枪匹马潜入朝鲜 担任特别行动队的格斗教练 就连大名鼎鼎的暗杀天才铁右鼠也是他的学生 当他摆脱了白盗金这个身份的夹锁和自己 连小山龟儿子口中的绝顶高手 珊琪也被无情领压 白颖袖面无表情地谈了谈衣 再来 再来 这种气势让一旁的李星国产生了陌生感 虽然跟白盗金的脸一模一样 但绝对不是他所认识的白盗金 白颖袖也没有跟他解释 告诉他认准自己是他老大就行 忽然李星国眼睛原睁 连忙大喊让白颖袖相信 珊琪抱起白颖袖的腰项后摔去 如果这一下摔尖时 白颖袖后脑倒地必死无疑 哪只白颖袖一折腰脚蹬在身后的柜子上 然后猛的用力一蹬 整个人往前翻去 瞬间摆脱了珊琪的爆摔 在珊琪愣神的攻击 白颖袖后脚正蹬在珊琪的巷 强大力道让珊琪向后飞出去肆无意 李星国感叹两人的伸手的同事 更加诧异面前白盗金的实力 这时候受到连番重击的珊琪再次占了 我从没有受过如此大的趋劣 我要生死了你这个红袋 说霸某地扑向白颖袖 而白颖袖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随后一记快速摆拳击中珊琪 珊琪已经完全暴走了 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只要击中一次就好 一次就能干掉这红袋 可是白颖袖就如同鬼魅一般一点也碰了 反倒是白颖袖的重拳再次封中了她的腹部 直接让她挖得抖出了大脑仙袖 珊琪恨得牙齿都快咽碎了 再次一拳攻向白颖袖面 拳头上传来的触感 让珊琪明白自己忠于打中对方 刚露出得意的表情 却看到拳头被对方稳稳捏在手里 你就这么得实力吗 那就到此为止 说霸直接用力掰断了珊琪的歌舞 此时的白颖袖如同一座不可一跃的大衫 让珊琪既愤怒又害怕不已 白颖袖不再留守 一脚横扫踢中她的下方 珊琪双眼一番直接昏死过去 白颖袖膝盖压住珊琪 抛出匕首刺穿了她的手指 珊琪痛得再次醒过 白颖袖还有疑问需要她来解答 那就是小山龟儿子一看到打火机 就识别了她的身体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珊琪说打火机是大山集团象征 像你们这种土编是不会明白的 既然不想回答 白颖袖也不想再跟她废话 随后一刀切下了她的小指 先从你身上收点利息 剩下的账会找你们的人去收来 如此侮辱已经让珊琪彻底陷入颠口 不过断指之痛再次奔向白颖袖 被白颖袖重点人打进了地里 彻底失去了知觉 这一幕下的一旁的李星国呆着 白颖袖整理了一下衣服提品和快点离开转 说完直接转身离开了 随后拨通了秀雅的电话 想从秀雅口中知道打火机的来源 秀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她正好去医院 可以把打火机带回来 而秀雅丝毫没有察觉 她的一切正被人监视 而这人正是大山的斗头军师 她隐约猜到秀雅到医院的路 但还是要亲自确认一大行心 秀雅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打开房门 突然睁大了双眼 手机也掉在了地板 手机那头传来白颖秀焦急的询问 此时一个男人手中握着打火机坐在床边 正是让他牵肠挂肚很久的白岛金 他努力控制不让泪水滑落 好久不见了呀 当初哥哥死的时候 无数人哭着喊着曲观气坑 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重新关注 因为最爱的哥哥他回来了 可是危险也在同时接见 板齐龙二代的小弟已经来到楼下 墙上一则公道引起了他的注意 六楼因为施工禁止进入 他分着手下上去看了 自己则寻找其他的路 能让泰山的人放弃首尔选择其他城市救援 明显就是在隐藏着什么 那真相就要浮出水面了 病房内的白岛金正在静静听着秀雅讲述最近的事 听到小山龟儿子一系列动物不再冷静 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逃下去 秀雅让他安心休养身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他们的孤立就好 此时大山的人已经来到了六楼 而金关雄正守在过道中 看到金关雄那一刻 这些人露出了笑容 几人却无视他的警告 讨论他只不过是泰山的看民馆 想详行过去被金关雄绑下 小胡子言语充满威胁 你敢阻拦大山断世 还没说完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面 狠狠地砸到了地板上 另外两人没想到金关雄一言不合就开 等反应过来金关雄已经冲到了身前 无计重拳结结实实轰在肚子 剩下一脸冷汗直流 大声呵斥别怪 金关雄却是面无表情 一把抓住了他握刀的手 铁掌用力一握 清脆的骨骼声响起 这人疼得跪了在地上 再给我无能团废 话音刚落这人的踩着想想 而这一幕正被另一侧走廊的板齐罗二看见 他不动声色继续往病房跑去 两名泰山守卫拦住了他的去 禁止空行的话还没说完 脖子已经被划开 然后快速向另外一人冲出 按住对方拔刀的事 然后连续几数刀 你们运气不错 正好在医院 按住伤口说不定还能活命 然后在一人身上一阵翻腾 借你的卡用一用 打开了病房 终于看到了病床上的白盗精 白盗精也同时看到了他 两人也是老相识了 好久不见了 白盗精走廊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 秀雅发现了受伤的手 手卫看到他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快点 大哥有危险 闻言秀雅脸色距离 慌忙地冲进病床 却发现白盗精安然无恙 金冠雄也在房间里 白盗精告诉他板齐龙二来过 随后叹了一口气 该面对的始终要面对 要秀雅把手机拿过来 他要给那个人打个电话 此时一个神秘人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 好久不见 义父 这人正是大山集团的会长小山铁刺 听到白盗精的声音似乎很高兴 之前一直担心传闻是真的 白盗精告诉他以后会听他的安排 他要做大山集团的老大 小山铁刺很好奇 为什么白盗精会比对象 之前为了拒绝才躲回首尔 不过他心目中最佳继承人 仍然是白盗精 不然也不会把自己的大伙计送 大山的所有人都会认可这个信 白盗精说之所以改变 是因为有人触碰了他的肩 他所说的人当然就是小山龟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动他的家人 小山铁刺说金是不同往日 现在组织很多人不再认可白盗精 可是白盗精不在乎 扬言让不服气的人 可以召集人马到首尔 把这些家伙打到福气为止 挂了电话 秀雅向白盗精抱怨 一醒来就准备跟大山开战了 白盗精却是一脸的不在乎 不管对方是谁 一声猛地推开门 兄弟两次目相对 泪水瞬间挂上白颖锈脸颊 哎呦 我愚蠢的弟弟哦 还是那个爱哭的小鬼啊 本是双胞胎性格却完全不赢 弟弟温和纯稳不爱说话 哥哥却热情奔放具有领袖能力 成年后弟弟成了政府青道徒 而哥哥成了地下势力皇帝 在政府一次清扫计划中 哥哥为保护弟弟身受重伤成为植物人 没想到今天却突然苏醒 瞧瞧我这愚蠢的弟弟 把泰山拱手让给了一口 还树立了天雄巨狼这样的权利 更是被大山集团抢得人心惶惶 现在的局面真是刺激啊 面对白道金这样逼逼刀逼逼刀 白颖锈没有回阻而是满眼含泪 这才是他那个熟悉的老哥 不过现在我回来了 别再娘们叽叽哭哭啼啼了 以后老哥照着 随后又问白颖锈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白颖锈语气平淡却无比自信 我会把大山的人一个一个找出来并干点 此时小山龟儿子正在医院看望重伤的山齐 大名鼎鼎的柜子手居然被打得这么惨 那个冒牌会真的那么厉害吗 闻言山齐无比羞愧 可是一想到白颖锈登时冷汗之旅 那个家伙的实力完全碾压子 自己和他根本不是一个视角 他是一个真正的惯王 听到他这么说小山龟儿子脸色冰冷 随即嘴角弯起一门弧度 我之所以欣赏你是因为你的激情和疯狂 如果你一直向丧家之卷言 那我会很失望的 这次山齐才想起来面前的人 可比白颖锈恐怖万 晚期的到访打断了两年的谈话 随后把电话递给了小山龟儿子 恭敬的表示是会长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小山铁次与其不一 泰山是我给白颖锦 你有什么资格从中插手 小山龟儿子没有正面回应的很多 我身边的耳包好像很多 小山铁次去告诉他这消息是白颖锈透露的 小山龟儿子以为是白颖锈冒 解释那个人是白颖锈双胞胎弟 小山铁次似乎非常不说 你现在连我的话也至于 小山龟儿子不敢再赢 片刻之后小山铁次告诉他 白颖锈准备进攻大山的会议 而且谅言会杀了小山龟儿子 小山龟儿子问他是怎么回答 小山铁次说大山会议之位有能力的举止 挂了电话的小山龟儿子轻轻告起 他的老爸居然都不信了自己 目光不善地看了一眼一旁的板琪 毕把把手机扔给他 白颖锈是不是真的还火了 板琪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小山龟儿子问他是否也站在白颖锈那里 板琪没有正面回答 只说自己为大山在攻击 随后递给小山龟儿子一份报告 说已经找到给他们泄露消息的 第三方组织的情报 这一点如果运用得到 那将是你的一大助理 看着手中的报道 小山龟儿子露出一位深层的小 一辆车停在雨中 张科长在捋清泰山的近往 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计划在中 突然一个神秘人靠近了车辆 看到这人张科长脸色慌张 连忙扔掉手中的滑子 原来这是他的女儿贤雅 贤雅一脸瞎霉 老爸你又在偷烟啊 整个车里都是二手烟难闻死 张科长陪着笑说以后一定走 汽车刚准备发动 又一个神秘人靠近 不由分说就打开了车门 贤雅诧异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是谁啊 张科长虽然愤怒 却不敢游户工作 小山龟儿子一把抓过贤雅的手 小美女不要这么惊慌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随后眼角描向张科长 或者说即将成为你爸爸的朋友 俗话说货不足气啊 可这奉批男却不管这些 贤雅完全想不明白 自己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办公室文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朋友 看着女儿惊慌失措的样子 张科长胸躺好似一团烈火在街上 为了女儿的安危 他只得强压心中目 告诉贤雅这人确实是工作中的朋友 既然是为了谈工作 在外面谈更方便一点 小山龟儿子也不拒绝 说一切听从张科长安保 他直接表明来的目的是谈和 张科长语气冰了 你们是他妈的老死 不管你在尼红国有多大的事 但是在这里你没有嚣张的资格 赤裸裸的威胁小山龟儿子毫不在意 反而调笑说这语气冰冒牌白盗丁一杯 不愧是张科长亲自调教出来 来之前他们已经对张科长做了详细调查 对别人对手下甚至对自己的特别 唯独女儿是他的软肋 黄毛眼神挑衅地盯着张科长 张科长语气软了下来问他们想怎么 小山龟儿子让他别紧张 两人都有共同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吃掉泰山他想分一杯羹 知道他来意之后张科长不经冷笑 他的合同伙伴已经够多了 没必要再加一杯 小山龟儿子也不生气 干掉那些没用的废物伙伴不就空出位了 张科长在思考其中的利益 小山龟儿子也不急于让他远开 说会让他看到大山的实力 目的达到两人就准备先行离开 喂 那个黄毛 张科长一把揪住黄毛衣领 一脚反扫倒了 以后大人说话的时候 小孩子手脚老实意 再敢打我女儿的主意 我让你们出不了报道 还有你这家伙也是 听懂了吗 最近的刘碧安也是无比烦门 真假白道经的消息已经让他透露 该死的张科长还不接电话 突然门口小弟人身是醒 摔了紧 刘碧安也云微眯 你他妈找死 奇迹之人正是之前 被白影秀修理的山起 刘碧安不认识这条 不过从他别角的寒语中 已经确定了对方身份 敢在太岁头上动 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也要承受自己无边的怒误 小山龟儿子缓缓走了过来 听你说话方式就是一个土包子 刘碧安看到他手中的武士刀笑 这老古董还能砍得动人吗 小山龟儿子没有搭理他 你还没有资格让我动手呢 另外一边的李星国表情该智 因为他的面前居然出现两个白道经 白道经说这家伙是谁啊 安浩扯下他的眼罩让他别放过 李星国泪眼婆娑 那我的手指到底是谁切的 随后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 自从上次泰山和巨狼会开战所展示的强大事 彻底征服自己 现在自己只忠心于泰山 听到安浩曾轻松秒杀刘碧安 白道经觉得大为震惊 因为他知道刘碧安的实力绝对不低 曾经当过职业的拳击手 身法尤为敏捷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为了获胜可以付出手 曾经生生抠出了对手的眼部而被开除 而此时的珊琪体会到了刘碧安的强大 所有攻击都被灵活的强 自己反而触触小心他的牌 这大意的瞬间 本就手上的腹部再次被攻击 这爆肝的痛让他咬最后草痒 不乱斩击逼退刘碧安 刘碧安看着受伤的胳膊眼神 接下来的攻击更加美丽 每次都找准珊琪受伤的腹部机 小山龟儿子知道珊琪已经是强女之内 反观刘碧安却是越打越放松 刘碧安让小山龟儿子别挤 一会就轮到他了 可是小山龟儿子却突然偷袭 宁笑着告诉他永远不要把背后留给敌人 如有吕朱被信弃异三信加弩 经由李盛敏为达目的四处解离 本是首尔最大组织一鹤的老大 却和白盗的人勾结在一起 抗压太深 被白颖秀击败后又投靠了太深 如今又为宁红国大山安强 带着石种来找白颖秀巡逐 恰巧遇到车真秀和屠夫在边 冷声询问两人白颖秀下落 屠夫也是抱脾气 逃走哪来的鬼火少年叽叽喳喳的 说把扛着砍刀挺性的看着石种 忽然一道进风骑向他的面 石种竟然一言不发直接攻击 屠夫笑骂 真是没掉两个家 石种皱眉冷声回忆 好死了 李盛敏怕两人再起冲突 联盟出声阻止 说白颖秀马上就回来了 此时车真秀质问他到底是哪头 自己可是认可白颖秀才加入太深的 其他人话他一概不想理 屠夫更是给李盛敏定性 只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霸 面对两人嘲讽李盛敏面色暗然 心中暗道为了重铸一刻灵光 自己可以背负一切骂名 此时另一边的山崎神色颠狂 而柳碧安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不止死 小山龟儿子慢悠悠喝完最后一口 终于结束了 山崎刚转身 刘碧安却挣扎着想爬起 他妈哪里结束了 现在才刚刚开始 可是明眼人都能看住 此时他已是强弩自磨 当前最大势力巨狼会老大 如今却连战都站不过 小山龟儿子一把揪住他的头 你还看不清现在的形势吗 多大的巨狼会为什么连一个手下动 狼群是以狼王为核心聚集在一起 可是如果知道连狼王都被打败 那失去首领的狼群也失去了斗争 你现在只是一只失去找他的野兽吧 此时泰山总部那 一座电梯缓缓来到一位 石种慢悠悠走出来 突然心生解决 黑暗中有人影闪动 微光中看到白影秀刚解决掉一个大山的帮助 石种正是他今天追踪的猎物 他早已查清他的资料 看着石种布满伤疤的手 也知道这家伙是从无数次生死中走出来 石种本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无名孤儿 街头生存中让他失去了痛觉 但这种是对他来说法是 还能在一次一次恶斗中存活性 此时他面对大名鼎鼎的白影秀没有退步 因为没有痛觉就无所畏惧 而主动发动了攻击 就连一旁的安号都赞来 这速度快的可以和铁右熟比 白影秀躲开攻击请拉开身位 石种的攻击却再次来一 一气高边腿缝绑把白影秀面临 白影秀双臂挡下攻击 间隙中发现对方破绽 转身擒住对方监关节 用力向下一步 石种却面无表情 反而后腿蹬开了白影秀 明明这家伙刚才已经脱臼了 竟然跟着无视人爷爷 却见石种左手用力击打破这位 竟然让他生生结晒 白影秀柔柔手腕 有意思的家伙 如果你没有痛苦 但接下来你又该怎么办 白影秀一手举打在石种胳膊上 石种反手一拳轰上白影秀面 还没来得及高兴 却发现自己手臂成鬼一转一弯去转 你只是没有痛苦 又不是金刚不坏 石种第一次流露出愤怒眼睛 再次一脚踢向白影秀 白影秀抓住他的肩 一拳狠狠轰在他的膝盖上 失去重心的石种倒在地上 白影秀抬脚再次坐在他受伤的腿上 如果你是街头死痘的幽灵 那我就是地狱归来的愣化 面对如此的白影秀 石种第一次流露出恐惧的表情 男孩流浪街头十八年 一次次的街头死痘中 让他失去了痛觉 成年之后成了一名没有痛觉的风格 可是如今站在他面前的对手 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不仅自己碰不到对方疯狂 自己的手脚还被打断了 对方就像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一样 另一边的白道金正赶回泰山 金关雄说空手而归不太好 要不要带点鲁鱼 白道金也鱼卡 什么时候泰山夜叉也会开玩笑 还有我那个愚蠢的弟弟也是 居然提前回去说要给我清理垃圾 这家伙真实实力到底多强啊 十分钟后到达泰山 金关雄想去扶白道金 白道金白板手说不用 好久没回来了 不能在小崽子们面前丢了 与此同时一群大山的人和徒夫赶往大厅 他们听说有人在那里闹事 却在拐角听到了动静 目睹守在这里的小弟被人割喉 刚想说什么 一道身影一声 真的是太吵了 在别人家里假扮主人很过瘾了 此时的徒夫嘴角也弯起了一门 从后面剖析一门刚要动手的大山的人 臭狐狸 你老大回来了吗 安浩用手指指了指上 此刻办公室的李盛明也听到了外面 以为是白影秀回来 回头却看到了一地大山帮重的尸体 另一边的板器拖着断腿一步一步向前流 白影秀慢悠悠跟在他身后 居然还能站起来 生命力真是顽强啊 突然门口进来的人吸引了两人的目光 这让山崎惊讶万人 他认出来这人还是真正的白道经 竟然想打泰山的主意 想要看到泰山的高度 那就像现在这样趴在地上有脖子看 隔天众人集中在会议室 屠夫吐槽原来真正的白道经一直躺在硬堂上 居然上演弟弟扮演哥哥的戏 所以我们还能信任你们了 白道经跟他也是熟人 解释目前为止弟弟做的决策 都是最符合泰山利益 他的话也就是代表了自己的意思 一刻和千玄还会保持目前的合作关系 所以以后对我弟弟说话要客气 说话就准备点上一根滑子 却被白影秀一把给夺了过去 特征秀这时候开始打圆场 随后话风一转 虽然之前跟白道经很迟 但是自己是认可后来的弟弟才会选择 所以我们跟随的不是你 这话让白道经一阵无语 这愚蠢的弟弟到底给这两女人断了什么离婚 李盛民打断几人的争讨 说眼瞎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怎么办 报道称大山已经收购了原属于巨狼会的产品 虽然不明白柳蒂安为什么会 想必这和张科长多不了关系 也就意味着大山和张科长正式联手 白道经说与其这样才来才去 不如亲眼去看看 说罢亮出了手中的邀请 三天之后大山的庆功验人 车真秀英姿飒爽地走过来 被保安拦住要求出示邀请 车真秀爆出家门是千雄商贸的会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保安很奇怪 按照之前记录 千雄的会长应该早就进去 这时的小山龟儿子和王浩两人正在交谈 在演练一会的撒烟口 他和王浩背后的黑龙会同属于外不是 对于怎么拿下南朝鲜这块蛋糕的交流经历 突然出现了车真秀打断了两人对方 车真秀语气不善 说千雄真正会长到场 那么代理会长是不是应该退传 王浩眼神威怡 看来这女人是找到靠山了呀 李盛敏的出现缓解了场空尴尬 小山龟儿子热情的隐温上去 李盛敏面无表情的落索 此时门外来了一名不速逐客 正是久未出现的白道经 白道经整理了衣服 好久没出门 穿见昂贵的西服 别弄脏了 好久不见了呀 大哥 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泰山 看来你很想念弟弟我 小山龟儿子瞳孔微颤 这家伙是真正的白道经 如果疯狗有段位 那这个男人绝对名列天门 刚见面就卡了李盛敏手指 接着又以张科长女儿为威胁谈合作 随后又强势吞掉巨狼会所有产业 最后还给黑道同行恐发勤体 可是白道经的出现 让场中气氛降到兵力 白道经一脸无所谓的打招 大哥好久不见了呀 听说最近一直到处找我 看来对弟弟君是念念不忘了 面前的男人让小山龟儿子一阵恍神 说话的语气神态和白道经太小 只见白道经自顾自的走到旁过 都没有给我准备作为 看来是不怎么欢迎我了 王浩眼魂微眯 打两个白道经 随后满脸堆笑 白熊好久不见了呀 白道经却一脸疑惑 你是哪位 跟你很熟吗 王浩面部抽搐刚要发动 白道经又似乎记起来了 你是上次被我揍了一顿 随后又抢了千雄老大位置的家 这话让王浩面部轻轻暴气 缓缓站起身质问他这话是其一 随后拉过一张影 让白道经坐到他旁边慢慢睡 白道经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 随后又跟王浩要了根滑鼠 打着火鸡点燃了滑鼠 看到打火鸡的瞬间 小山龟儿子已经确定他就是白道经 此时白道经言语充满否刺 你们胃口真的大 居然把巨狼会全吞了 就不怕吃撑了吗 小山龟儿子一把夺破他嘴边的滑鼠 我不光要吞掉巨狼会 还要把泰山变为你们双胞胎的坊 白道经一把打掉烟 这衣服很贵 小山龟儿子给出第二个选项 或者可以沉浮于 我们一起站在首尔巅 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没把其他老板放在里面 哪知白道经却毫不犹豫地自觉 反而问他为什么非要把手伸定说 自己明明已经放弃了在尼宫国的遗弃 这话却让小山龟儿子更加冰 我才不要你试手的东西 本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我 只是你的出现夺走的遗弃 就连老爸都把你定位接班了 我要凭自己的双手拿回得起 你们其他人也都听好了 我一定会摧毁泰山的 任何挡在我前面的人都会得滚 相比报道的小山龟儿子 白道经却显得异常淡定 还双手鼓气长来 我猜你这些话一定练习了很久 但水瓶也就一般般 跟小孩子耍赖一个德行 想来应想 那你尽管来试试 说吧起身就死 回头警告他 如果做不到 那么这次你就死定 李盛敏和车针秀也起身告辞 路过王浩的时候 两人眼神掩饰不住的朋友 见起人走远 王浩从口袋抛出手机 电话一直处于通话中 之前所有的谈话张科长都听到 这人除了腿受伤 其他一切证据 张科长也陷入了沉思 难道是之前幽灵暗杀的时候 没有感受 不过既然能杀女子 那么就能杀女第二次 于是拨通了特别行动小队的电话 这边三人来到一楼洞中 白盗金突然让他们先走 自己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车针秀告诉他 现在在对方地方 一个人太危险了 白盗金指了指卫生间风险 要不咱们三个人一起叙叙 随后让两人先走 自己又不是小孩子 当白盗金解决完 问那个洗手的时候 却听到身后传来咱布声 白盗金头也没有 刚才不是让你们先走了吗 来人却没有回应 几个蒙面黑衣人成品 自把还包围 你们真的是阴魂不散 是真的把我当小趴菜了吗 一艘货轮趁着夜色停靠在灯 一群神秘人打开了 其中一个集中箱 里面的货物散落一地 以前还需要 躺在金枪于肚子里偷偷用 自从小山哥的儿子 强势出现在棒头的症 现在直接顿大光明的运动 小头目兴奋地和手下分享 这些小气大门买得真是人物 那个白盗金还出现在子 这不就是原物货口 说不定现在已经被大卸八块了 小头目刚才说完 身后却才来动手 回头看到令人震惊 手下并辛苦地胡乱抓向子 身后栏杆上站住的正是蛮好 铁右鼠也同时制服了另外一人 说不定会大卸八块了 话音刚落 白颖袖从身后出现 另外一边的白盗金 此时正在非一人围观 虽然对方人数正兵 而且也是经过严格试骂 但是白盗金也是同一场场 生死和回货 一时间场中陷入了焦点 此时一人出声提醒 白盗金左手受伤 集中所有力量攻击他的左手 这人缓缓摊下帽子 正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华长勋 只要拖住白盗金 他消耗完体力 他就是一个带走猎人 随着他的一身命运 黑医员连续向白盗金发动攻击 白盗金刚一拳击退一拳 却被他顺势抓住了哥哥 随后整个身体暴躲了白盗金 一人持鼻鼠刺向他 白盗金反省 对了他 然后伸出脚的弹 将对方摔了出去 此时朴长勋偷出了鼻屎 加入战 从身后刺向白盗金 白盗金闪薰火锅的鼻屎 对方的膝盖已经来到了自己 白盗金只能用水壁来折腾 剑剖戏没有得水 朴长勋再次迫在了身上升起 这家伙无功努力的鼻屎 一旦自己露出破 就是对风亮出獠牙的时候 此人将白盗金围在中间 身后除了墙已经无处过 白盗金把手缓缓伸向了后腰 嘟漫一边高 白盗金一步一步逼近小红 小头目非常惊慌 因为他知道对风实力非常强悍 可还是强制镇定下来 说白盗金不该出现在这里 没了他的保护 白盗金就是任人宰割的高颜 闻闻白盗金笑了起 这破楼皮这么难打 现在腿可是疼得厉害 安昊一把扶住了扑起 小头目听到这话 就像见到鬼了 因为他夺到的消息 是白盗金的斗搜上 难道他面前的人是白盗金 他猜的没法 此刻酒店的人才是白颖秀 别人把他们当作猎物 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是猎物 白颖秀脚用意一根定义 身体猎豹般创作 瞬间秒杀了面前的三人 姚长勋也注意到了 刚才白颖秀是用本该受伤的扑伐力 他意识到了自己被骗 此刻黑衣人所有的工夫 都被白颖秀遇害了 随后做出提前的应对方式 再次让面前两人身受伤伤 毕然还想到后面托死 白颖秀直接架给他的流 然后将这人狠狠砸在地上 随后比手了 捞断了这人的手机 姚长勋想确认白颖秀的身体 得到的却是一位深谈的笑话 姚长勋连忙对着对准移说执行逼紧 随后让所有队员先行策略 他将会和幽灵一起对付白颖秀 以对于我们来说 是传说般的存在 有个超级粉丝很想见你 话还没说完 一个大巴掌猪在他脸上 叽叽歪歪吵死 我一颠去 幽灵语气也不干又有点心 我之前明明已经把你宰了呀 白颖秀瞬间凌乱了 之前大哥就是差点死在这人手上 那你今天就别想走吗 有这么一只不存在的客情小孩 他们是专门替棒子国政府执行暗杀任务 成员没有过去没有亲人没有名字 只有冰冷的数字代号 一次在雄国执行完任务 巨二摘下面罩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被队长大声呵斥 让他别暴露身份 巨二让他别这么紧张 队伍目标已经全部清除干净 还抱怨在外面奔波一个月 好想立刻回到棒子国大餐一堆 其他成员也被他感染 车内氛围顿时轻松不少 忽然一辆车朝他们飞速时 红色的一下子撞翻了小队 巨大的状态让我两人去三点 处圈 成员们都陷入了昏迷 只有队长聚妖处于清醒状态 这时对方几人全故装下了车 直接对着翻车一滴的车辆车 星空三轮弹夹之后终于停了下来 这人通过耳机汇报已经清透了目标 准备进行撤离 突然身后有动静 转身看到惊人的阴影 一名满身是血的家伙 他现在不远 一顶飞刀飞速射向翼 这人躲闪鼓涕当场 原来刚才的扫射还有两人夺宝 这人立马抬枪继续射 可是已经失去了两人踪迹 大雪让他无法判断危险的狼 突然紧步传来冰凉入骨的等 下一秒就领合吧 G2联盟询问队长情况 队长却让他先去销毁红队 熊熊燃烧的大火 将两名队友和车辆吞噬 G2不禁唏嘘 做了这么久的队友 居然连名字都没有 世界上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曾经存在 队长回应他的十一人口响 然后跟他说再见 G2刚想问怎么回事 发现队长身上全是鲜血 他想带着队长赶快离开去治疗 队长却振托他说来不来 你知道我们做事的规律 就是不能留下任何风景 说完在G2的目光中 走向燃烧的车辆 随即也化作了一堂火焰 只留下G2一人愣在风雪中 等他回到棒子国 接待他的正是张科长 他祈求张科长要求 邢国归火一海 直接被拒绝了 如果提出这个要求 那意味着不打自招了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是棒子国参与的行李 这就是你们小队的实力 然后告诉G2 从现在开始戴好幽灵 直接隶属于他 幽灵听完张科长 冰冷的话语面部激热远去 从身后悄悄摸出脑刀 突然一人前来道报说白颖秀本 正被调查科已间谍身份 积压盘问 张科长立马站起身 说要亲自去音乐 这让幽灵对白颖秀产生了疑问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学生 不光有名字 还能让张科长去立对 张科长笑着说白颖秀 和他不一样 这让幽灵对白颖秀非常计划 是要斩杀白颖秀 以证明自己的价格 本以为上次已经成功了 没想到却杀错了 白颖秀才不管 他那么多心理活动 他只知道自己哥哥 差点死在这人死 所以直接发动了攻击 一脚蹬在幽灵胸口 幽灵亮颤地稳住身形 然后要朴昌勋去一楼关掉殿杀 朴昌勋虽然不明白他想做什么 还是按照他的分数照照 幽灵就是应该存在黑暗剧中 死死盯着猎脸 然后发动致命的秀 一柄飞刀飞速射向白颖秀 虽然视线受阻 但是刀身的反光 让他做出了精准判断 可是随后又发现了不对劲 一根钢丝缠在暗器的刀柄处 两人的生死较量就此展开 双胞胎兄弟都成了张科长必俗的对象 如果非要挑选一个作为目光 那无疑大病略欲的白道经更是 白颖秀敏锐地供查了一切 于是兄弟俩互换身份去执行任意 安浩说幽灵曾被自己打得半死 不过还是要小心那个家伙 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 是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幽灵 白颖秀打断安浩的脑 也像个老妈子一样碎走 幽灵确实如安浩所说 是个藏于黑暗中的优秀猎人 可是别忘记了 安浩的格斗技巧还是跟他学 幽灵的攻击都被悉数倒下了 更是抓住他攻击的间隙 一刀反秦拿将幽灵砸进地面 眼看就要命丧白颖秀的刀甲 一旁的嫖娼君出手紧围 面对两人的夹击 白颖秀依然游刃有敌 这等恐怖的实力法让幽灵更加心脏 但是也不敢贸然上去 想要取胜只能等待机会 自己可是差点杀了他哥哥 白颖秀现在肯定特别愤怒 而人在愤怒的情况下 而是他本身就是这种无情杀神 白颖秀一击中拳再次命中幽灵的响 把他身体打得凌空而起 刚才的重击让他两眼翻白 眼前的白颖秀如同不可一跃的高山一般 这时一柄利刃斩向白颖秀国 白颖秀躲开攻击的同时也放开了幽灵 恐怖的实力已经让条昌勋萌生地退 这样下去他和幽灵都不交代在这里 幽灵没有任何表情 这让他想起了他的对手 即使要撤退也要清除任何痕迹 这是他们小组以命来维护的准备 于是在条昌勋惊讶的目光中 幽灵急速向前冲去 身体犹如老鹰一样扑向白颖秀 白颖秀举刀挡下这一击 两人都将手中的刀拼命刺向对方 最终还是白颖秀更胜一筹将幽灵击退 可后退的幽灵奋力向后一筹手中的阻挡 气索已经缠绕在白颖秀的脚 重心不稳的他向后倒去 幽灵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飞身向前 是要用这一刀结束战斗 本已失去重心的白颖秀 却强行扭转身体 躲开攻击的同时还进行了反击 一旁的嫖娼勋义脸不可思议 而脸部遭受重击的幽灵再次倒露 大口壳鲜血 而他神情却越发地轰批 白颖秀用刀割断脚白的气息 冷冷看着他 幽灵再次用手艺撑地面 准备攻击白颖秀的下塔 目光却被地上的一个东西吸引 白颖秀不明白他怎么突然停下 却看到幽灵正看着地上的打火机 原来是白颖秀刚才打斗过程中滑落的 幽灵一把捡起这打火机 思绪却回到了多年前的那次任务 队长决然走向火焰的背影 白颖秀眉头微微皱眉 幽灵一把打着了火机 全部都烧掉吧 什么都不能留下 一艘货轮趁着夜色停靠在档口 其中一个集装箱是价值一个亿的货 而互换身份的白盗金此时出现了这 在安浩和铁右手的协助下解决了一众事 然后一把火全烧掉 安浩调坦白盗金会不会觉得可惜 白盗金没有回答这个论 自顾自说异父从来不允许大山胖这个东西 只可能是小山龟儿子暗自操作 那家伙只要能赚钱 什么肮脏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这时铁右手递给他一个巧克力盘 白盗金记得他是北桥显怪 好奇他这么小为什么干着刀尖抢血的伤 铁右手神情落寞 他从小无父无母 来自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是白颖秀队长给了他人生的意义 白盗金没想到弟弟还有郑里面 不过现在重要的还是眼下 要把流通到市面上的药物考虑 然后全部销毁了 这该死的小山龟儿子 也绝对不能放过他 而另外一边的幽灵完全封屁了 再拿到白颖秀打毁具体 口中就一直囊囊 烧掉 全部烧掉 白颖秀让他还回来也冲而不 调长勋也不知道这家伙发什么疯 幽灵回头看了一下白颖秀 然后疯湿地跑到电梯 白颖秀大骂一声可恶 这可是他老哥重要的东西 捡起地上的鼻属 然后快速地追了过去 调长勋连忙通过耳机汇报目前情况 幽灵一边跑一边大笑 什么都不能领导 那次在雄国为了销毁 在没有其他燃料的情况下 同伴收集了很多雄国喜欢的生命秩序 他已经想到了自己该去拿 等到白颖秀追到的时候 发现幽灵已经上了电梯 幽灵上电梯前还朝他挑衅地勾了勾手指 白颖秀眼睁睁看着电梯关上 然后在五楼停下 而电梯中的幽灵一阵头晕 这白颖秀简直像怪物一样 他这才想起了张科长的评价 他和白颖秀完全不是一个同样的团队 幽灵非常不甘心 同样的人接受了同样的训练 凭什么白颖秀要自己优秀 他不相信自己干不掉白颖秀 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泰山的惠客兵 他料定这里有他要找的东西 终于让他在冰箱里找到了生命之水 今天就用这个来结束战斗 于是拿着生命之水倒在了地上 这个困局白颖秀还能破开吗 做完这一切似乎用掉了他全身的粒子 躺在沙发上又响起了队长 一起全部烧掉了 等到电梯打开的时候 白颖秀发现火焰已经吞噬了会不会 这疯子的做法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是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幽灵出现在他左手边 手中还捏着老哥的打火机 你是在找这个吧 毕竟当初你哥差点死在我手上 幽灵不停用言语挑衅白颖秀 魂言白颖秀果然冲了过来 却见幽灵猛地一拉手中细索 绑着细索的椅子从旁边飞了过来 正好朝着白颖秀奔跑的方向打去 白颖秀猛地低下身地躲开椅子 脚踝上却再次被细腹缠绕住 让他定在了场合 而这时一瓶生命之水砸上来 被白颖秀一拳击碎 再回头已失去了幽灵的踪迹 他警惕地打了四周 不要再躲 出来吧 我送你最后一场 这时打火机点火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而幽灵出现在了白颖秀身后 再见了 白颖秀 这个男人大号幽灵 专门替政府处理一些不能见光的事情 这次的清除目标是自己的偶像白颖秀 没想到白颖秀的实力超出了响心 即使和朴昌勋联合也落入下方 情急之下逃入了饼楼嘴 他要在这里给白颖秀付下一个闭死人 先是用酒瓶砸向白颖秀 让他身上被淋满白子 随后摸到了白颖秀的身上 等他回头的时候 俨然的火机已经扔了过来 白颖秀必无可 瞬间整个右臂被火焰吞噬 还没来得及扑灭火 幽灵如同老鹰一般扑向白颖秀 而此刻白颖秀正在回来的路上 突然感觉一阵心惊 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而弟弟的电话一直也打人 从李盛敏电话中得知 酒店高层突发大火 巨大的火势已经控制不住 此刻的白颖秀目光阴沉如水 另一边面对偷袭的幽灵 白颖秀举起燃烧着的右臂格党 武器却直接被打掉了 他想用国手擒拿住幽灵 却被幽灵灵活地躲 却发得意 可是白颖秀却露出了诡异的笑话 随后一把抓住幽灵的鲁 举起燃烧着的右臂 狠狠地砸中幽灵的后臂 最后又是一膝盖重重轰在他的胸口 一起同伴被背叛 新歌差点死在自己怀 他手臂上的疼痛窜得了什么 白颖秀从那天起就一直活在同 他发过誓 要把背叛他的人找出来一一感叹 幽灵被他打了犹如断了线的风筒 白颖秀一把扯掉袖 露出了里面被烧得脱了皮的手 散发的杀气令幽灵打 幽灵拿起一旁的椅子 开始疯狂地砸向窗户玻璃 白颖秀不懂他要做 这里只是层楼高 即使砸碎玻璃也不可能从这里脱回 这时幽灵却笑了 反问白颖秀从刚才开始 是不是觉得呼吸不长 那是因为大火导致氧气吸入 如果这时突然有大量氧气 进入一地空间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幽灵的神情越发地封批 此时的玻璃经过多次击打 随后直接碎裂开来 瞬间氧气进入大厦 随后就是一阵剧烈的爆炸 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的 白盗巾看着眼睛 要安好加快速度 同时一遍一遍拨打白颖秀的电话 口中不停泥澜 该死了 快接电话呀 剧烈爆炸让房间内变成了一片废墟 白颖秀的手指突然动了 随后挣扎着爬了起 正好接到了白盗巾的电话 老哥在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刻 也是重重吐出一口气 来不及询问情况 让白颖秀赶快从后门撤退 白颖秀却拒绝了老哥的敌 他今天要在这里干掉那个幽灵 哪怕自己也雕带在这里也带走不信 听到弟弟这么说 这次白盗巾真的慌 声嘶力竭地让白颖秀可怀疑 不然就立刻结束自己信任 老哥以死相逼终于让白颖秀堵起 沉默办想之后根据提示走向后门 对时废墟中一只手伸了出来 幽灵从瓦砾中爬了起来 可周围已经没了白颖秀的身影 不是应该一起烧掉的吗 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了 这时一人出现在他面前 正是寻找过来的朴昌勋 幽灵吐槽着 还以为你这家伙早逃掉了 白颖秀受伤不轻 咱们赶快追上去干掉他 话还没说完腹部传来一阵巨疼 朴昌勋的匕首已经没入了他的腹部 冷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别怪我 我也只是奉命行驶 另一边的白颖秀拉开了卷帘门 一束强光打在了他的脸上 门外站着的是小山龟儿子一群人 白颖秀的幽灵点难了整个酒店 白颖秀的整条水壁都被烧伤了 刚逃出酒店又被小山龟儿子一群人没了 最致命的是张科长也在气中 白颖秀看到他瞬间争断了一遍 好久不见了 张科长淡定地打了招 白颖秀提醒他之前在葬礼上说道 他们之间不是死一两个人能解决 等再见面就是给出答案的时候 看来今天两人必有一个导致 张科长不慌不忙睁下眼睛 然后塞到衣服口袋 与此同时白颖秀的攻击也来到面前 张科长也拔出找到银场 刚矮身躲开斩机 白颖秀的腿部攻击同时跟上 不过张科长非常熟悉他的攻击方式 早就做好了格挡 可是出乎他的意愿 面部一人挨了重症一击 不愧是张科长最优秀的学生 攻击之后还能强行改变攻击 不等他喘息 白颖秀的匕首再次来到面前 两人架在了一起 正在双方角力的时候 张科长旋转弯了 然后攻向白颖秀的下巴 那么这次战斗他已经占据上了 说吧两人再次缠斗在一起 眨眼间已经互相攻击了十多次 一旁小山龟儿子等人看得也是心惊 龙奇之前输给白颖秀还不是很服气 这次看到两人之间势均力敌的调调 还知道自己和白颖秀根本不在意的关系 小山龟儿子瞧见了他手的颤抹 安慰他不要太在意输赢 随后找到板齐询问他的伤势 龙奇说右臂和右腿粉碎性格 小山龟儿子声音冰了 那左手呢 龙奇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山龟儿子一把拉住了他的左手 然后把手枪塞到他手里 而此时的酒店正门已经被警察和消防拦住 白道金的车根本没放过 他焦急地拨打李盛宁的电话 得知李盛宁和车真秀等在前门 却根本没有见到白颖秀 那他只可能是从窗库后门走 李盛宁提醒他 如果正门被封住 那后门大概率也是被封的 可是白道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如果不行就打算运送过去 车真秀把电话要过去 他不赞成白道金鲁莽的行为 白道金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不然还没等他们冲过去 就会被警察打成了筛 车真秀让白道金守在仓库后门 然后跟赶过来的图书会合 要确保撤退的时候有接应的利益 而酒店里面就交给他 李盛宁这次可是把酒刀都带着 这也是酒刀证明自己的机会 白道金听从了车真秀的安排 安浩猛的一大方向弹 车辆来了个180度的调度 而这边的警察在对讲地里挥 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同时另一边收到了消息 这人淡定地掏出滑子 小崽子 做好战斗主 这人正是埋伏已久的王浩子 而白颖秀和张科长的战备依然很激烈 两人都是不同程度地挂了 白颖秀问出了压抑心中已久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卷度 这话被一声枪声打断 开枪之人正是一旁的隆起 小山龟儿子连声道歉 不好意思 主要是站在这里太无聊了 我们应该早点结束的 这时才看到白颖秀腹部鼓鼓往外冒险 这是一只专门执行刺杀任务的特勤小队 没想到却被最幸运的上司承认 幸亏白颖秀临时外出才逃过了一步 从此身上背负了十几桃兄弟的问题 曾经一师一友的张科长 今天必须要给出一个答案 两人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了 因为战斗方式战斗技巧都已 一时也难分难解 小山龟儿子把目光投向反旗 反旗之前在和白颖秀的战斗中 右半身被打得粉碎性骨折 小山龟儿子安慰他不要再一输鱼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说罢罢往他手里塞了一把手枪 龙骑颤抖地接过了枪 此时脑袋里一片空白 场中两人的战斗更加激烈 眼看找到已经刺向白颖秀的影子 他却突然耳身点过去 反手攻向张科长的太阳血 张科长仓皇中举手挡住这一击 脸上还是挂了他 他心有余计 如果再晚一点 脑袋都被割下来 本以为白颖秀已经是受伤之躯 自己应该在体力上占据身份 却没想到依然这么难缠 不愧是我交出来最出色的学生 白颖秀语气冰冷 你不该背叛我们 两人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的隆起 一心三想打断了白颖秀的问题 鲜血从他腹部鼓鼓往外冒险 张科长也一脸不可自信 此时埋伏在后门的王浩正抽的滑子 地下秩序的平衡一旦被打 那就需要一个新角色来维持 这和他们十几年来做的事都一样 说到底什么都没有肯定 此时一辆车子从远处急驰而来 他等候多时的郑主中约 不过不知道这次到底是泰山的哥们 还是那个贺勤组长的弟 白道经捋了铝头发 今天我没有时间和你废话 要么让开 要么死 王浩面露凶光 让露也要先问我身后的兄弟搭不咋 老弟现在生死不明 白道经已经在暴走的边缘 最后一远处的枪声吸引了两人目光 安浩和铁右手同时紧提起来 白道经失神了几秒钟 然后一声怒吼 身影如同道子一般冲向王浩中 一辆车急驰而来打断了他 正是赶来的泰山中 为首之人也是王浩的曾经生下 如今却站在他对立面的屠夫 屠夫说由他来做开路先锋 让白道经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另一边的龙旗也被枪吞下来 小山龟儿子满不在乎的嘴视 做观众真的太无聊了 随后搂住颤抖的龙旗 让他放松一颗 这一枪瞄着白影秀的头发 枪声再次响起 白影秀突然向旁边一触 躲在了产车后面 张科长脸色铁心地来到两人面前 一脚踢掉了龙旗手中的枪 小山龟儿子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们两人现在不是合作观点 张科长一把揪住他的衣脸 谁允许你在这里开枪 这里不是霓虹 小山龟儿子还没说话了 一把斧头架在了张科长脖子上 再动一下 我让你人头落地 出手的正是一旁的山崎 乃至小山龟儿子却不有情 愤怒地让他滚开 山崎这才放下了 小山龟儿子慢慢推开张科长的声 你是因为我开枪生气 还是因为你心里对白颖秀引退 这话似乎戳中了张科长痛的 直接从怀中掏出手枪 对准了小山龟儿子 白颖秀只能由我来指挤 懂了吗 小山龟儿子善笑一声表示之道 反正他的目标也不是白颖秀 突然疫情人出现在场中 我早就跟义父说过了 疯狗就是应该暴打一顿才能冷静下 白颖秀也听到了老哥的声音 小山龟儿子似乎非常开心 他等的人终于到了 老弟告诉我 谁欺负你的 我要先宰了谁 从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别人正在生死相夺 他却怂恿省下打飞枪 直接让白颖秀身受重伤 幸好老哥这边及时赶到谈 此时的白颖秀表情冰了 今天谁伤了他老弟 他就要拿谁来开刀 小山龟儿子看到他也很幸福 他的目标就是白颖秀 不过也很好奇他是怎么突破王浩工作 白颖秀让他别操心了 多担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机会 看到明天太阳 此时王浩对上的是一脸煞气的头 强烈的大灯让王浩众人争不拍一 断首老者不明白为什么放白颖秀进去 王浩不以为一脸上一根滑腿 小山龟儿子始终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让白颖秀和他们狗咬狗一嘴毛不是很好 而且白颖秀没死在他手上 他们也不会成为太坎的暴飞行 只需要拖住眼圈的屠夫静待结果就好 不过自己培养的武器居然砍向了自己 这样他非常的不熟 快速矮身躲掉屠夫的斩机 让我教教你什么叫尊师重量 可屠夫身后的大灯却直射过 晃得眼睛都睁不拍了 屠夫趁机再次斩出一刀砍断他的意向 王浩按道一声好响 屠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连续向他攻出无数刀 王浩连连后退撞到了扎人 屠夫按道好机会 随即气身上前 王浩显之又显地躲开这一击 你比之前进步不少 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迹象 说把王浩手撑住扎人 然后整个身体统统踹飞的屠夫武器 在屠夫论神的攻击 又是一脚直接抽在他面临上 屠夫被打的身体一个劣势 王浩随即发动更迷惑的攻击 虽然你成长了血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了 如果只有这样 那你今天到此而止 另一边的白道金也抽到面对小山龟儿子一血 隆其分开人群走向前 然后把一瓶药都磕到别人 他要一血之前的耻辱 安浩却让他来跟自己玩了 然后让白道金去找组长 地旁的山气还准备去捡枪 铁右鼠拦在了他的面前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耻 在别人战斗的时候打一枪 一分钟内我让你乖乖躺下 你信吗 张科长看到气势汹汹的白道金 觉得现在场中情况越来越复杂 首先任务要找到白颖秀 铲车后面已经没了他的踪运 突然在颖秀红铲车上面窜了出来 屎高临下转出一刀 白道金一步步走向人群 如果不想死就满开 众人听他这么嚣张向他冲过来 白道金一击横斩就众相依 然后出入人群刀光翻飞 场中响起众人的哀吓 白道金虽然没有像老弟那样 受过专业训练 但是长期街道磨练出来的很紧 虽然动作没有花里胡哨 但是每次攻击落点都是对冰要的 没多久众人都是断手断脚哀吼一句 可这些人却没有退步 依然大叫着朝着他冲过来 可是迎面而来的是 突然出现了一群白色西装 白道金一时没有认出来这人是谁 直到李圣敏出现在场中 这是他带来的九刀众 他告诉白道金由他来拦住这一 让白道金赶快去找白颖秀 此时的白颖秀和张科长 已经缠斗在一起 眨眼间已经互相攻击了数招 不过白颖秀的速度明显比之前下降了 张科长也早注意到这一点了 一把擒住他刺来的手 然后膝盖狠狠顶在了白颖秀户 白颖秀为李顿时翻将倒海 张科长刺来的找刀怎么也躲了 突然一把匕首斩向张科长面目 原来是白道金正好赶到解尾 咱们的恩怨要做一个了结了 曾经是黑道世家的太子 爷爷打造的九刀组织更是明镇江湖 最终寄托在泰山之下才对于给人残存 一鹤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颗 可是伤口处却长出了新的鱼 这让翅膀变得更加锋利和强暗 这是李顺民打造的新的九刀 他有信心带着新九刀重铸一鹤的人 三人非常淡定地看着包围他们的鱼 突然一个身影闪到艺人面前 然后一击中拳直接把他打出了残影 一个人准备抠袭李顺民 这人回身挡住鼻手 然后又是一拳中击对方腹 这人就是新九刀之一的赫尔卿 曾经是职业拳击选水 被俱乐部寄予后望的天才 却在一场比赛中发生了意外 对手跟他对战的时候围背伸出了手指 直接深深戳进了他的眼睛 导致了他左眼当场失明 对手还嘲讽他是手下败强 而这个人就是以前的聚老会的优利安 所以答应加入九刀就是为了报仇 场中的赫尔卿勇猛逆 一人却准备从背后偷袭 他正准备回身折倒 红伴长毛一刀抬了这人手 赫尔卿吐槽把他帅气的衣服弄搭 长毛让他闭嘴 忽然就把他衣服都染成血色 这人是初代九刀老八胆儿的国君 两个人在人群中大杀四方 安浩瞧着这一人 对这新九刀也是颇感兴趣 他却忘记了他也有对战血手 安浩连忙往后闪开 却见龙奇状态似乎不对劲 撞落风颠口水刺眼 我敢打赌你刚才吃的不是感冒药 没想到却被后面的人一把拂住不得动 龙奇让他抓紧力 然后怪笑着挥鼓向安浩劈出 见状安浩一脚扮向身后的人 随后整个身体向后倒去躲开这一步 在龙奇斧头再次吓劈的时候 安浩猛地向旁边一步 身下的人顿时成了冤魂 安浩看到这血腥的一幕也愣不 这可是龙奇的手下呀 哪知龙奇却根本不以为意 像这样的手下他还有很多 另一边的白道经的匕首斩向了张科长 并在他脸上留下一道深深伤暴 我们是该愤愤妨胀了 张科长似乎不相信能被白道经伤到 白道经问白影秀情况 何道的回答是没问题 张科长却绅士地点燃一根法子 让白道经先去照顾老弟 他可以等等看 白道经看到老弟已经痛得站不直身了 让他去坐着看就好 自己很快就会解决掉张科长 两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不过让张科长没想到的是 白道经根本没有任何事 直接就朝着他冲了过来 张科长以为抓住破绽 想一刀横斩劈了白道经 却看到白道经以一个诡异的姿势倒闭 然后一脚踹中了他的下 张科长没有见到这样的打 连续的攻击都被白道经捕 他现在要重新损失面前的能力 白道经比预期中还要难看 不愧是能称霸黑道的阻力 突然刀尖摩擦地面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白道经回头看到恐怖的音乐 一人阵高高举起手中的武器 白道经连忙大声提醒 可是白影秀似乎已没有任何力气夺上 白影秀的人生即将走向终点 腹部的枪伤让他没有一丝力气移动身体 而小山龟儿子的太刀此时正悬在他的头上 白道经想赶过去阻止已然来不停 小山龟儿子就是要把这里变成他们兄弟的行动 白道经绝望地大喊 一股从未有过的无力感有心心 突然一人踏空而来 一刀劈开了小山龟儿子的武器 正是一直没有出手的铁右手 小山龟儿子没想到太刀还有刀手 两人迅速缠斗在一起过了几招 一抹邪笑挂在了他的嘴子 手中太刀闪电般地斩向铁右手 铁右手用力后仰才显之又显地滚开这一击 对方突然地变速让他一阵后怕 连忙向后拉开身位重新审视面前的男 白道经连忙提醒铁右手别粗心他 小山龟儿子外表开上去吊狼铛 但是却是十足地见到高手 张科长见他分心露出了破绽攻出一招 让白道经身上再次挂了踩 白道经虎不堪言 不仅对方是个难缠的家伙 而且还要时刻关注身后的老弟 看样子情况不容乐观 另外一边的屠夫已经落百 王浩告诉他 当初送他这把百花缭乱武器 是希望他像花朵一样旋律战法 却没想到最终站在了自己的队里面 既然如此不知好歹 那我就送你最后一程 突然又是几十辆车赶到了场中 王浩冷笑 没想到我们还有客人来 来人是九刀崔千浩和夜叉金观雄 小弟看到传说中的人物也愣着 王浩 我们还有一笔账为算了 随后让金观雄去做他该做 这里交给他就好 王浩也把小弟撤到其他战场 他知道崔千浩口中的战事 出在九刀队长就是死在他手上 江湖儿女仇家前来巡场 自己接着便是 崔千浩主动发起了进攻 重重一拳轰在对方部 却被王浩稳稳地挡下 反手一击鞭腿提中崔千浩 也同样被挡下了 可是崔千浩的又一拳实实在在挡中 把王浩轰得连续后退了五六五 胡夫惊讶崔千浩的实力如此恐怖 小弟则告诉他江湖传说 崔千浩曾经是站在黑道巅峰的门 此时王浩松了松筋 讨访崔千浩老了 力量已经大不如同前了 而自己可是一直身处江湖这个大巡窝子 没有一刻敢荒废锻炼自己 随即手中武器横着展向崔千浩 崔千浩想出手格打 没想到刚才王浩的攻击是虚招 后冬腿接接实实印在了崔千浩胸 然后又捕上一刀让他挂了踩 崔千浩被逼得退到了汽车旁边 王浩的攻击再也没法挡 只得出拳正面迎击 却是一拳打在了王浩面围 将他整个人轰得到飞而去 王浩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明明一直站上风的 却被他抓住破绽得了手 飞千浩告诉他两人都是旧时代的老家 在新生代当中根本就没有位 自己这一次也不是为了复权 新生代九刀中自然有人会来抢他 安浩这边的战斗也是陷入将军 解决掉一个又有一群人冲尾 而且还有山崎内的疯子暗中偷袭 这家伙似乎不知疲倦以外 他想尽快脱身去找白影秀 这时金冠雄出现他身边 让他赶快去找白影秀 剩下来的杂毛交给他就行 山崎认出来了 他在霓虹国的时候 就听到太神夜叉的大力 早就想试试他的金量了 山崎舞动双斗扑向金冠雄 金冠雄动作大推大护 蓄力的一技重拳 直接将山崎打出了残影 山崎甚至都快见到太难了 金冠雄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 我是真瞧不起没实力还嗶嗶的家伙 本以为他只是一个封批人士 没想到却是隐藏的剑道高手 不仅全程压制住了 以速度剑撑的铁右手 就连同时对上安浩也稳战上风 可是一旁重伤观战的白影秀 早已冻戏了他的攻击本机 在他再次出水的时候 提前一把握住了他挥剑的水 然后一刀切掉了他的小手指 小山龟儿子忍痛把武器换到右手 然后一技横斩逼退了白影秀 场中传来他毛骨容然的笑声 众人都不明白他为何发笑 他却笑得越来越疯踢 这个伤对他来说就是吃辱 接下来我要把你一点一点切碎了胃 白影秀推开拦在身前的铁右手 这个小指头只是提前收点利息 我早说过要弄死你了 正在和张科长激战的白道经理 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老弟出手 没想到就连小山龟儿子也吃了亏 正在高兴老弟居然这么等的时候 张科长44码大掌踹了关 跟我对战还分心 这不纯纯找死吗 随后迅速飞奔上前准备补刀 一顶飞刀从暗处向他起来 虽然躲了过去 但脸上也挂了彩 出手之人正是躲在暗处的安浩 张科长也循着轨迹找货 然后直接从怀中掏出了手枪 还是要像上次一样全在 然后再处理干净就好了 安浩躲在货架后面准备一击必杀 突然一人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两人中间 张科长不认识他 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这人就是大山总督智囊型人物耕目 曾经第一时间识破了白道经假死的机会 但是他却没有对白道经出手 因为两人是多年的至交好友 白道经想让他过来协助自己管理泰山遭到拒绝 庚目告诉他自己只忠于大山这个组织 而不是哪一个人 当年白道经身处霓虹国大山的时候 因为他的理念和庚目相似 庚目才选择支持了他 可是在白道经离开组织之后 小山龟儿子逐渐掌控了大山 虽然这家伙对于敌对势力使用了血腥手段 但是就最后结果来说 大山在霓虹国的势力更加的稳固 白道经紧了紧手中的打火机 始终觉得目前的泰山才是他最好的选择 这边庚目向张科长介绍了自己的身体 随后掏出手机递给他 说大山的会长想找他盘盘盘 听到这话小山龟儿子那边也停下了手中的动物 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插一手 小山铁刺语气冰冷地询问 我的两个儿子在争斗 你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张科长深知小山在霓虹国巨大的当地 也知道小山铁刺这人不好忍 于是语气缓和讲述了现状 小山铁刺听完之后表示这只是家事 希望张科长从两人争斗中抽身离开 并且现在小山龟儿子和白道经属于独立的组织 在任何一方胜出之前 小山不会支持任何人 为表诚意可以把酒店的经营权转给张科长 如若不然下次将亲自来跟他唠唠嗑 如此赤裸裸的威胁让张科长陷入了沉默 这时候小山龟儿子情绪激动 质问父亲到底想干什么 小山铁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问他如果不是他儿子 只是作为大山普通的成员 还会忠心于小山铁刺吗 这次的争斗也由于小山铁刺的介入而平手 赵厅长此刻却无比挠火 如此大规模泄斗会让他陷入巨大舆论漩涡中 他严厉警告张科长 不会再当这事情没发生过一样 让他等着上面的惩罚吧 白影秀在老哥的搀扶下走出了酒店 王浩和崔千浩的战斗也结束 只有小山龟儿子无比的沮丧 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没有父亲从中作口 白道经兄弟俩今天就将命丧于此 来不及发泄出来的憎恨和烧焦的火焰 必将开启新争端的篇章 而有一人正喝着红酒俯瞰楼下发生的一切 新时代的烽火必将迎风燃烧 表面是年入十万的商业精英 背地里却是棒子博最大组织泰山会的首脉 两年前白道经放弃了一幅为他铺好的路 只身一人回到国内 他要凭借自己的实力打下一片江山 先是收服了不可一世的夜叉金观雄 和他成了生死之交 随后的两年内泰山的名声响彻汉城 可是随着一场冲突的爆发 整个汉城暗流汹涌 在酒店纵火案发生两个月后 赵厅长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先是向所有市民进行道歉 随后解释纵火案跟组织间暴力冲突没有关系 并且犯罪嫌疑人已经与霓宏国落网了 可是记者们根本不相信这套鬼话 棒子博的暴力犯罪愈演愈烈 纷纷质问赵厅长有什么措施 赵厅长义正言辞地表示 为了扫清汉城的暴力组织 警察将联合军队成立新的执法部门案 这些都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对待普通的黑帮组织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可是事实真相却是这些人手段极其血腥暴力 铲除小帮派首脑之后 随便指着一名光头小弟 告诉他从今往后他就是老大 光头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犹豫要不要答应 这人冰冷的声音再次传入耳朵 你要是不答应就先干掉 然后让别人来打 光头害怕地连声答应 接下来这人拿来一个旅行袋扔在光头脚下 光头颤颤巍巍打开了包 发现里面是满满的面粉 这人告诉光头以后每个月会把东西给的光头 让他负责变成钱 至于用什么手段他不过问 泰山内部也在分析目前的局势 这两个月暗宇已经吞掉了很多小事 泰山需要应对方案 不然将会陷入威胁 左眼对于这种需要动脑的不是很理解 李新国继续跟他解释 以前汉城市巨狼会 天雄 伊赫 HHF 泰山五家并存 各方势力之间互相撤肘达到平衡 可是现在却迎来了大喜 暗宇吞掉了巨狼会以及一些小事 目前已经和泰山 HHS形成三足鼎立的架声 而且暗宇背后还有政府背景 可以毫无顾忌和底线的做事 这让一些还在观望的墙头草会逐渐倒上他们 而且HHF目前没有任何动作 韩海诚跟柳碧安是至交好友 却没有在上次的冲突中出现 那现在HHF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稳定的组 一旦他们反水 泰山被吞掉也只是时间问题 李盛敏提议现在要避免和HHS之间的摩擦 可以以一鹤的名义去谈解谋 毕竟曾经很多组织都隶属于一鹤 随后问了白盗金的意见 白盗金赞成他这个办法 同时也提醒他做好心理准备 现在没有多少组织对一鹤还有归属感 这么直白的话让左眼可能颇为不锁 白盗金宣布这次泰山和一鹤将单独行动 一个扮演白脸一个扮演红脸 李盛敏不明白他有什么技巧 白盗金说这不是技巧 而是早已经开始了 同一时间在江南区HHS地台上 一个光头推开人群在街道上狂奔 随后躲在胡同后面观察情况 他不明白那些混蛋是哪里冒着 正准备打电话摇人 一道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脏将光头按在了墙壁上 光头直接被撞晕了 这人正是本该在养伤的白盗金 听到白盗金说白盗金已经出手了 李盛敏觉得太冲动了 车针秀也觉得不同 毕竟白盗金之前还受了重伤 白盗金却很霸气地告诉他们 如果HHS不呲牙什么事情都好说 一旦呲牙肯定先灭了他 此时白颖秀把电话扔在光头面前 光头颤颤巍微微不知道他要干嘛 白颖秀一脚踩在他胸口上 让他打电话摇人 不管打给谁都行 把能叫的人都给叫来 就说泰山的白颖秀在此 一个混混不打打杀杀 开始研究兵法是多么恐怖 李新国就是泰山的卧龙凤厨 不仅对各方势力结构如数家珍 还结合实战情况对人物进行评计 看着九刀新人期待的眼神 李新国更加的得意忘形 开始以前辈的姿态教训两人 这让古军一下子中路 左眼联盟好生安抚他 毕竟这种数据确实对他们新人很有帮助 随后询问李新国他们两人的等级 李新国解释他们两人只在酒店一站出现 并且没有单独对战过厉害的角色 目前暂定为B级 左眼还是很认可这个评级 古军却不屑地把头转到一边 这边的动静吸引了崔千浩 几人都对他的实力比较好奇联盟查起来 崔千浩曾经是站在汉城巅峰的男人 但是已经过了巅峰期太久了 目前综合判定为一家 崔千浩不明白他们搞什么一脸猛逼 正好看到白道经过来就跟他聊了起来 泰山现在的重心应该放在江南区 对于这些白道经不至可否 随后看到李新国神神叨叨了 才发现他在搞人物排名 很好奇自己是怎么定位的 而另一边的小山龟儿子一脸严肃地走进房间 在下面做着的都是之前收拢过来的事 先雄贸易的王浩和断手老者也 而之前一直保持中立态度的耕目转变的力量 表示要全力辅助小山龟儿 这其实也是小山铁刺的意思 因为他无法放任两个儿子部 耕目将会作为他的带领 全程看着谁将在两人争斗中胜出 耕目现在最在意的是席上的王浩 如果小山龟儿子想在棒子国站稳脚跟 这个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同时这个人也是最难以捉摸的 泰山总部内 寻求一些其他组织合作也成为共识 这时候白颖秀从外面走了进来 目光中的凶狠难以掩饰 崔千浩刚想上前询问江南之行的情况 白颖秀带来的沾染鲜血的文件格外刺眼 他解释这是江南区一些小势力商业转让文件 不用明说也知道白颖秀采取了暴力手术 崔千浩尴尬的善效 这样反而把泰山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而且这种手段跟暗语如出一辙 白颖秀冷笑 反问他为什么不能跟暗语一样 反正最终目的都是吞掉这些小势力 那又何必在意过程是什么样呢 不愁的快感真的会让人上瘾 如果你要阻止不如在一旁看着 一番话说的崔千浩哑口无言 这是一柄利刃抵在了白颖秀伯格 古军警告他不要擅作主张 复仇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白颖秀没有回应 只是眼神异常的冷漠 这时候安浩打人场劝古军冷静 毕竟白颖秀可是泰山名义上的老大 并且警告他刚才的行为越见 崔千浩看到这一幕连忙开口阻止 安浩把玩着手中的转道 如果刚才不是我站出来 说不定你早就是个死人了 我太了解老大的为人了 这时白颖精跟着秀牙走进客厅 看着气氛不对劲 打去着问几人是否在吵架 还说非常时刻要注意团结 更是要老弟放松下来 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突然目光被地上的文件吸引了 看着文件上的一抹抹鲜红 再看到老弟手上的伤痕 白颖精似乎猜到了什么 他苦恼的挠挠头 虽然不在乎老弟做什么 但现在白颖秀的做法确实有点过分 白颖秀无视他的吐槽 告诉他这就是上次酒店之战的延续 如果上次一次性把那些家伙全载掉 就不会有现在的迫势 并且老哥上次是有能力做到 却在最后时刻选择收手 话还没说完 白颖精一拳轰在了他的脸上 打得白颖秀失去重心 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他觉得白颖秀现在想法太可怕 急需要他冷静下来 可是白颖秀的眼神却像一头野兽 安人本是替政府处理脏势的白手套 却被上次出卖导致小队成员被灭狗 酒店之战本有机会将仇人全部嘴定 白颖精因为考虑大局选择暂时放弃 却被老弟责备太不软弱 现在的白颖秀犹如被仇恨冲昏头脑的眼神 白颖精重重一拳打中他面颜 让他好好冷静一下 白颖秀擦去嘴角的血液 眼神中的凶狠依然不紫 白颖精大骂老弟没大没小 崔千豪连忙拉住他 还没等他说完 白颖秀的反击同时来到 白颖精冷笑 看来很久没做你皮痒痒了 要不要让我帮你回忆一下以前哭鼻子的时候 白颖秀却毫不示弱 这时秀雅出现阻止了两个 你老哥死而复生的时候 你哭得比谁都伤心 是不是再次想送他进医院 白颖精在一旁附和 就是就是 这小子一点礼貌都没有 却被秀雅一顿数过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点哥哥的样子都没有 崔千豪连忙拉着左眼等人离开是非中心 此时霓虹果小山铁字符底里 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守卫似乎非常惧怕这人 急急巴巴询问他来此目的 这人解释是来找大哥证实一个问题的 守卫交代大哥今天不想会客 可是这人不想纠缠这个问题 一双大手搭在了他肩膀上 拳奏上的老简说明是个舞蹈高手 你们两人是想阻止我吗 此时小山铁字正在研究棋局 一个粗犷的声音从屋外传来 大哥一直窝在房间里都成老头 小山铁字没有因为他的无理而生气 询问他因为什么是从大阪赶回东京 这人让他不要担心大阪的事情 他已经以大山之名踏平了大阪 随后饶有兴趣地观察起棋局 说想和小山铁字下一局 如果赢了的话他将退出大山子之 小山铁字不明白他的意思 武藤泰林说这都是因为小山归儿子 小山归儿子在棒子国土地上抢地盘 作为他的老师本该就站在他这一边 听到他这么说 小山铁字握紧了手中的棋子 如果武藤泰林介入将打破平衡 他不希望有人卷入继承权争斗 武藤泰林说这就是他离开大山的原因 此后将以个人名义站在小山归儿子一边 也不会有人以此来做文章 并且此前破坏平衡的一直是小山铁字 小山归儿子从离开霓虹国开始 就被大山切断了支持 这和舍弃他有什么区别 小山铁字内心一开始就偏爱白道尽 这话说的小山铁字大乱 必把扫掉了手中的棋 武藤泰林却不顾他的怒鼓 指出他手中没有棋子已经输了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棒子国将南区一家小贷公司内 昨言以泰山的名义过来谈判 希望对方加入泰山 为此泰山可以给他们提供安全方面的保障 白影秀站在走廊外听着两人对话 小头目玩味地看着左眼 说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他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种合作最起码要泰山老大出名 左眼解释老大在忙其他事情 合作由他来全权复杀 对方似乎对这说法不满脏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全部在等待HHS的命运 才按钉不动 如果要想让他们换阵名 最起码要让人看到比暗影更优势的地方 听到这里白影秀一脚踩在茶几上 你能坐在这里跟我们逼逼已经是最大的诚意 头目拦住要动手的手下 随后说认识白影秀 知道他就是泰山的影子老板 也是最近汉城道上最风光的人 不过越是风光越是遭人嫉妒啊 回头却看到走廊上站满了虎视眈眈眈的人 这些无名小卒都想踩着白影秀上位呢 左眼一脸惊慌 却人也太多了一点 白影秀一脸邪笑 老哥让他不要发疯要保持克制 他还正愁找不到借口动手 随后说剩下的三人交给左眼 自己则脱下了衣服 走廊上的人都在疯狂地砸着门窗 一直包着衣服的拳后破窗而出 这一人狠狠达进地面 左眼慌忙应付起冲过来的两人 一记下勾拳打晕一人 顺势按着另外一人脑袋 将他狠狠刻在桌子上 这边的白影秀一拳解决一个小地 这种无敌的气势震慑住了所有人 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人群身后 正是提着一箱子牛奶的白稻精 你是不是又闹事了 我还特意带着礼物来的 白影秀一拳解决掉一个小地 随后解释这次可是他们先动的手 听到这话白稻精扔掉了牛奶 既然不能好好讲道理 那我也略懂拳脚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嚣张的男人 竟然单枪匹马闯入敌人老巢 更是凭借特种兵能力大杀四方 这把带着礼物前来和谈的白稻精吓傻 不过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让老弟被人围攻 于是也脱下衣服加入战斗 事后兄弟俩靠着墙角抽烟 白影秀递给他一只普通打火机 看老哥眉头微卒 他心虚地解释把老哥送的打火机弄丢了 白稻精大骂他是败家玩意 那个打火机可是小山铁刺的象征 不过随后也释然了 反正现在也和小山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是时候和他们做切割了 不过这次白影秀做的有点过火了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泰山的老大 但是同时也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目标 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而是代表整个泰山的态度 目前最需要的是个人能力来凝聚重人 而不是靠暴力手段来镇压 这样的话组织是非常不稳定的 老哥的话让白影秀陷入层私 而另外一边 李盛敏正在赴月区的一家房产中间内 店员热情地询问他想买什么样的房子 李盛敏说今天不是来买房子的 随后表明自己来自一盒 听到他的话 李屋的房间传来动静 房门打开 里面是几个不怀好意的年轻人 带头的光头问他来这里有何目标 李盛敏告诉他是来找这里的老板 光头却说自己就是老板 而且根本不认识什么狗皮 眼看局势不对 一直守在外面的吴九郡出现在门口 吐槽小地方就是鱼龙混杂 听到这话光头不乐意 走到他面前让他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这几个陌生人在他地盘居然这么嚣张 没想到突然一把刀出现在自己脖梗夺处 光头愣住了 对方的眼神告诉他 自己在出言挑衅 这把匕首会毫不犹豫割破自己喉咙 这时李盛敏出言阻止 闻言吴九郡收起了匕首 命令众人全部乖乖做好 光头冷笑一声 一直被人轻视让他非常不爽 随即就准备出手教训眼前之人 突然一个中年人出现大声阻止他 光头还没弄清楚状况 他父亲又一波操作震惊了他 只见宋太奎热情地拉起了李盛敏的手 询问他是不是李盛敏少年 最后一次见李盛敏还是在他八岁的时候 随后又说起了当年在老会长手下做事的光景 眼看宋太奎打开话 匣子不停去诊 李盛敏打断了他 说今天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 没想到宋太奎让他别说了 随后一脑袋磕在桌子上 说从此以后自己就是一鹤的人了 这一幕把场中众人都吓住 光头更是不明白老爸为什么这样 这时宋太奎一把扯开衣服 脖子至胸口一道骇然的伤口出现 原来当年如果不是老会长出手相救 他早就命丧黄泉了 他一直在等待暴打的机会 而且这些年在复月区的日子并不好 在韩海城的折磨下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所以一见到李盛敏就有了归顺的想法 此时泰山总部大厦出来 也隐瞒了一位不速之客 武藤泰林一边吐槽天气一边靠近大厦 守卫询问他有何贵感 武藤泰林嚣张地让白道惊鬼出来 守卫看来者不善刚想出手 却被武藤泰林一脚踹翻 面对众多出现的小弟浑然不惧 大摇大摆往里面走去 一名小弟刚阻止他 被一拳轰在面门 身体宛如断了线的风筝砸到一群人 其他人见状一窝蜂冲上前 武藤泰林如虎入羊群 一拳打飞一人 更是抓起一人的脚踝 把他当作大风车一样抡了起来 完了还吐槽这些人不堪一击 众人面对强悍的武藤泰林一时都不敢上前 这时一声爆喝从二楼传来 武藤泰林拧头看去 正是泰山的不动夜插金观雄 武藤泰林黑黑怪笑 终于来了一个像样的家伙